天道图书馆,作者,横扫天涯,内容简介,张玄穿越一届,成了一名光荣的教师,脑海中播出了一个神秘的图书馆。 只要他看过的东西,无论人还是物,都能自动形成书籍,记录下对方各种各样的缺点,于是,他牛大了。 教学生,授徒弟,开堂授课,调教最强者,传授天下。 卓阳大帝,你怎么不喜欢穿内裤啊? 堂堂大帝,能不能注意点形象,玲珑仙子,你如果晚上在失眠,可以找我吗?我这个人唱安眠曲很有一套的。 还有你,乾坤魔君,能不能少吃点大葱,想把老子熏死吗? 这是一个师道传承,培养指点世界最强者的牛逼拉风故事。 第一卷即将被驱逐的老师,第一张骗子,骗子,大骗子,一个愤怒的娇喝,紧接着想起脚章踩着青石地面逃走的声音。 张璇无奈地伸出双手,我真不是骗子,是学院的老师,只是想让你做我的学生。 而且,就算说我是骗子,干嘛还要加个大四? 搞得我跟十恶不赦一样,离辜完,想起教导主任说过的话,张璇柔柔眉心,第十七个了。 今天如果连一个学生都招不到,明天我就可以卷铺盖回家了。 张璇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而是地球的一个普通高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只记得熊熊大火,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再次醒来到了这个世界。 和小说中技术的差不多,武道为增,实力为王。 本以为能穿越个废柴,惨遭退婚,然后打脸逆袭,一路高歌,看来想多了,到了这里,才发现居然不是学员,而是,老师。 整个学院最悲催的一位老师,别人的课堂,都是人满为患,拥挤地做不下去,而他的课堂,一个都没有,好不容易被他拉进来几个,最后都连骂好几声骗子, 转身就逃。就其原因,被自己浑穿的家伙,教师中实力最低不说,还眼光极差,啥都看不出来,关键,还叫错,出过一粒走火入谋。 这和医院死人一样,名气大损,受人唾弃,哪怕新来的学员,也一个个敬而远之,生怕落到他手里,被叫个半死不活。 没有学生,又遭到诟病,去年的师资考评,整个学院倒数第一,甚至得到了历史上唯一的零分。 郁闷之下,借酒交仇,结果如愿以偿地挂了,自己借机穿越过来。 新学期开始,学院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今年他的课堂上再无法招收一个学生,就直接开除教师资格。 今天已经17个新学员路过他的教室了,结果,一听到名字,全都无一例外地逃走,像是小姑娘遇到了怪叔叔,有多快跑多快。 看来必须想办法忽悠一个才行,心中正在想应该怎么开口拉人,就见一个一脸呆萌的女孩的从门口露出脑袋。 请问,这里是陆寻老师的课堂吗?声音甜美,可爱,模样清秀,可人。 陆寻老师,学院的明星教师,课堂每次都是爆满,无数人慕名而来。 就他了,见有人自投罗傲,张璇眼睛一亮,将前世看过的各种装逼套路回忆一遍,安静坐在座位上,摆了各式外高人的姿势,你想拜他为师。 女孩麻雀般连连点头,乌黑的双眼中,满是崇拜,我听说陆寻老师是红天学院最厉害的教师,教授的学生,各个实力非凡,大家都已能加入他的课堂为荣。 传闻未必是真的,老师和谐一样,在于适合不适合。 他讲得再好,与你的修炼理论不合,非但不会进步,弄不好还会后退。 老师名气不显,与你理论相合,也能快速进步,修为大增。 是这样啊,我也听哥哥说过了类似的话。 女孩愣了一下,美丽的双眸有些迷茫,不过,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课堂。 见他上钩,张璇眼睛一亮,犹豫了一下,马克思恩科斯等仙贤在脑海接连浮现,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相逢就是圆。 这样吧,我也是这个学院的教师,可以免费帮你看看根谷天赋秉性,顺便帮你推荐一个合适的老师。 那就劳烦先生了,没想到随便遇到的这位教师,如此大意,女孩兴奋地连忙点头。 你先展示一下修为让我看看,张璇眼睛半睁半闭,似乎毫不在意。 是,呼呼呼呼呼呼,片刻功夫,房间里全封呼啸,一道道气竟由龙搬在女孩身上乱窜,整个人气息,凝而不散,威而不显,代表了他有极好的基础。 好了,我看出来了,你平时修炼认真刻苦,基础扎实,天赋绝佳,是不可多见的天才。 一套拳打完,张璇满意地点头,他这是和地球上的算命先生学的,话都是万经由,范围很广,让人听不出来错误,反而暗乎准确。 尤其是你双腿上的力量,盘龙一般,一举一动,犹如滔滔江水,无穷无尽,以后好好修炼的话,肯定很有前途。 老师,我腿上受过伤,医师说,基本等同废了,女孩打断她的滔滔不绝,眼中有些疑惑。 受伤,张璇老脸一红,不过,脸皮厚,别人也看不出来,继续胡砍乱山,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吗? 刚才你施展力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不破不力,你双腿虽然受伤,却意外得到了其他人都意想不到的机缘,以后好好把握的话,你的腿弓,必然成为最强战斗力。 让其他人望尘莫及,反正都是忽悠,能瞎说,就瞎说,先忽悠过来一个弟子再说。 机缘,老师,是什么样的机缘,女孩眼睛一亮,她腿伤了之后,一直觉得不如别人,暗生自卑,没想到还有可能因祸得福。 这个机缘,可以让你一飞冲天,成为新生第一也不为过,毕竟你天赋本就很好,是万古无遗的爵士天才,不过,张璇海口连连。 就差没拿出一本如来神掌了,听到可以成为新生第一,又夸她是天才,女孩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火热,连忙询问,不过,什么? 不过,张璇叹息一生,一副良才即将遭到埋没的感叹,能看出这种机缘的老师整个学院都不多了。 加上我,也只有三个,其他两位,三年前就已经不收学生,所以,我也不好帮你开口,不收学生。 女孩本来抱着很大希望,听到这话眼神略为黯淡了一下,随即想通了什么猛地跳起,他们不收学生,那老师你,收不收? 我当然还收,只是,你也看出来了,我淡薄名利,也没那么多时间。 张璇脸上露出为难之色,不是良知朴玉,与我有缘,不会轻易答应扑通。 话还没说完,女孩拜倒在地,我知道先生高洁,还请收我为徒。 我一定会好好修炼,不丢老师的脸面。 张璇心中狂喜,脸上依旧露为难之色,你我的确有缘,只是,你也看出来了。 我喜欢清静,学生保证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打扰老师。 见他有些不情愿,女孩连忙点头,一脸诚恳。 我学生不多,可能资源上比不上其他老师,而且还会受到被人非议,张璇接着道。 这样啊,我听说练资源很重要,女孩犹豫了一下。 老师在学院领取资源,适合教授学生的成绩,数量等诸多条件挂钩的,如果资源不够,修炼将很难进步。 可可,我是故意考验你才这么说的,既然你心底坚定,诚心认我做老师,我也勉为其难,将你收下。 见他迟疑,张璇立刻打断,连忙到,身份验证吧。 这,这么快,没想到这位老师变脸如同翻书,快得离谱,女孩微微错愕,接过张璇递过来代表身份的权杖,正在考虑到底要不要验证。 就见之前沉着无比的张老师,已经拉过他的手掌,拿出一柄尖刀轻轻一画,一滴血液就落在玉牌上。 嗡,光芒闪烁,啊,女孩发呆,刚才这老师不还说要考虑一下,淡薄明丽吗? 怎么动作这么快,而且,刀子都准备好了。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学生,滴血认主,张璇这才松了口气,再次恢复高人模样,你叫什么名字? 回禀老师,我叫王颖,知道无法更改,女孩不再多说,一脸萌萌地点头。 嗯,拿着身份牌,去领你的被褥书籍,顺便找自己的住处吧。 明天正式上课,来这里找我就行,张璇摆手,是,王颖点点头,转身离开,呼,成功忽悠上一个,见他成为自己学员,张璇这才松了口气,微微一笑。 真不容易,要不是网路上看过不少装逼技巧,恐怕今天还真难以成功。 有了一个学员,就能免遭被开除的厄运,张璇心情放松之下,顿时感觉整个人的精神一瞬间顺畅了不少。 韩璇在脑海中前身的那点执念,也在缓缓消失。 放心吧,既然穿越成你,会替你好好活的。 之前那个张璇因为招收不到学生而死亡,多有不甘,此刻有了学员,最后的坚持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此刻,张璇算是完整掌握了这副身体。 轰隆,彻底掌控身体,张璇正想接下来再忽悠几个学生,就感到脑海一震,一道黄中大旅的声音轰然响起。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狗,日月盈则,天地有缺,轰隆。 各种玄妙的语言,震得他有些头晕眼花,紧接着脑海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上面五个大字闪闪发光。 听到图书馆,推门走进去,无数书架伶俐,各种书籍无穷无尽,一眼看不到镜头。 这难道是穿越中的大礼包,图书馆,尼玛,我上辈子是图书馆管理员,不会到了这个世界,还是一样吧? 别人的大礼包,不是老爷爷,旧式系统,各种牛逼到报的好东西,自己却是个图书馆,张璇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没昏过去。 图书馆,干鸟,难道以后打架,别人扔剑,我扔书,看看都是什么书,心中无奈,张璇伸手向书架上的书籍抓了过去,想看看这个图书馆到底有啥作用,不过一抓才发现,手掌直接从书架穿过,抓了个空。 你再玩我,给个图书馆,却什么书都拿不到,看不成,到底要干什么。 张璇满脸无语,欲哭无泪,第二张不要脸,又研究了一会,发现图书馆里的书,全都雾中看花,水中望月,根本拿不到,张璇失去了兴趣,精神退出了世海。 该吃午饭了,下午再想办法忽悠两个,抬头看向窗外,日头已经走到正中央,上午一共来了18个学生,只让一个拜师,概率可真够低的,下午可不能继续这样了,不管怎么说,都是个穿越众,如果连一个古人都骗不了,怎么有脸说自己生活在资讯大发达时代。 趁着懒腰走出自己的讲堂,缓步走进学院的食堂,和前世的高校一样,红天学院的食堂十分宽大,足可以让上万学员同时进餐,招收到一个学员,心情大好,张璇多打了几份菜,找了个角落的地方,大快朵頤。 这不是张老师吗?正吃得高兴,一个声音响了起来,抬头看去,就见一个青年笑盈盈地看过来,没有温暖,反而给人皮笑肉不笑之感。 曹老师,张玄认了出来,曹老师叫曹雄,和他一起进入学院,一向喜欢与之攀比,然后借机打击。 前身就是因为受不了各种嘲讽,才酒醉死亡,让其承受这种压力,这家伙肯定也逃不了干系。 今天新生报道,自主选择老师,收获如何,看你还有心情在这里吃饭,应该不错吧,看,这都是我新招的学员,一共12个,我先带他们吃个饭。 然后安排住宿,曹老师脸上带着高高在上之意,向后一指,是裸裸地炫耀。 不错,他就是过来炫耀,他和张玄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二人同时进学校,自然难免被人对比评价,或者是失败的典范,他当然要彰显一下优越感。 他身后果然跟着一群少年,一个个精神抖擞,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 诸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张玄老师,是咱们学院的名人,哦,是建校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师资考核的零分的。 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曹老师向众人介绍,赤字考核的零分,啊,我来的时候听说了,他教的学生走火入魔,差点废掉。 我也听说了,来之前不少人跟我说了,千万不要选他当老师,否则,不但没办法修炼,还等于自杀。 没想到他就是啊,看起来还挺和善的。 听到曹雄的介绍,一众学员议论纷纷,师资考核综合多种因素,多项加在一起,进行统一评分,其中,学生考评也占一部分,只要这位老师有学生,就会有成绩,直接的零分,算是突破历史了。 介绍完了,面对众人议论,张玄并不觉得生气,得零分的是之前那个张玄,管自己屁事。 不过,虽然不怎么生气,但对于这位曹老师压逼别人,抬高自己的行为,还是十分不爽,随意摆了摆手,介绍完就可以滚蛋了,别在这里耽误我吃饭。 没想到说出他的历史,这家伙没有丝毫出丑的觉悟,还让自己滚蛋,曹雄脸色不太好看,一甩手,露出老师才有的师道威严,师资考核得了零分,破了学院的记录,你难道就没有丝毫羞耻之心吗? 羞耻,我为什么要羞耻,你也说了,我破了历史,成了名人,新来的学生都知道我是谁,而你呢? 张玄抬手指向,曹雄身后的诸多学员,你师资考核得了几分,他们知道吗?没来学院前,知道你是谁吗?如果不是拼命拉拢,甚至还请着吃饭,你觉得他们会拜你为师? 作为一个老师,一点名气都没有,跟我炫耀,你炫耀个屁啊? 嘎,别人师资考核得了零分,绝对会蒙着头出来,生怕丢人现眼,这味道好,反而洋洋自得,一脸骄傲,自己没得零分的,反而成了被他鄙视的对象。 曹雄都快疯了,这心脏也太大了吧,关键是,就这种成绩,你到底哪来自傲的资本? 站在他身后的学生,也一个个面面相许,彻底蒙逼。 脸呢,脸呢,这位老师,也太不知羞耻了吧,对于张玄来说,什么羞耻,脸皮,开什么玩笑? 他生活的时代,有些明星为了上位,什么丢人干什么,什么夸张做什么,果照,花编新闻,各种门,都不觉得羞耻,他也就师资考了零分而已,根本不算什么。 曹雄气的脸色泛红,老师还是要以教导为主,今天我不跟你计较,等你什么时候招到学生,有本事咱们再比比,谁教学生更有医手。 说完就要转身离开,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一男一女的对话声,那个老师真的不错,性格也好,一个丹蒙的女生响起,语气终满是迟疑。 我的二小姐,你就听我的,临来的时候,少爷都交代我了,让你去拜陆寻老师为师,你偏不听,还故意把我支开,这倒也罢了,拜什么人不好,非要拜他,紧接着一个老者的声音,语气终带着无奈。 那位老师,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堪,他,他人很好的,还帮我指点,说我,好好修炼,能成为年级第一,女生中还是带着犹豫。 还年级第一,真要跟他学,不走火入魔就是好事了,二小姐知道他是谁吗? 学院最有名的废物老师,上学期师资考核得了零分,我的小祖宗,你快点退掉吧,不然少爷如果知道肯定会把我杀了老者的声音中带着哀求。 哥哥,听到老者说起少爷,女孩开始害怕起来,脸色扭曲,不知道该怎么办。 将这些话听在耳中,正想离开的曹雄眼睛一亮,笑盈盈地看向正在吃饭的张璇。 张老师,这个女孩难道是你刚招收的学生?哈哈,看起来不太妙,人家打算退掉啊。 教师可以选择学生,学生也能选择老师,如果觉得老师与自己不合适,完全可以将他肆语的权杖退还。 曹雄的声音很大,立刻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正在讨论的主仆俩,也将目光集中过来。 二小姐,她就是你刚拜的老师,老者目光落在张璇身上,是,女孩点头,老者立刻站起身来,急不来到张璇面前,张老师,我们家小姐,打算退掉你的课程。 刘老,没想到老者动作这么快,女孩脸色一红,急忙走上前来,紧接着转头看向张璇满脸歉意,老师,我正是张璇刚收的学生,王颖。 王颖,你也知道我一向不收学生的,收了你,是和你有缘,你想退掉,白白放弃这么大好机会。 你知道多少人都希望成为我的学生,而我却不收吗? 张璇当然不能让好不容易到手的名额跑掉,装出一副老气横丘的模样。 尼玛,听到他这话,周围知道底细的人,一个个都觉得眼前发黑,快要昏过去。 大哥,你能要点脸部,还一向不收学生,和你有缘,还多少人都希望成为你的学生,明明是你收不到学生好吧。 我,不是,被他质问,王颖连忙摆手,不过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是,见二小姐性格不果断,老者留熟向前一步,张老师,我们家二小姐,已经决定要退掉你的课程,他不方便说出来,还请你帮忙办理手续吧。 退掉,张璇眼皮一番,你可要想清楚,退掉老师,在学院里可会留下坏名声的,以后恐怕再无老师感受。 你难道要因为自己的任性,耽误你们家小姐一辈子? 这个责任你担得起,这,留老一愣,学生是可以退掉老师,不过退掉老师,是对老师的侮辱,而且,你能退掉这位,就表明能退掉另外一位。 一般来说,有这种劣迹的学员,其他老师是不会再收的。 毕竟失道尊严被人当面侮辱,换做谁都不愿意再接受这种学员。 而且,接受了,代表打了另外一个老师的脸,大家都是同事,不可能为了一个学生,得罪同僚。 在学院修炼,没有老师,这辈子就等于废了。 刘老刚才还气势冲冲,张璇一句话,就让她不知该怎么办了。 她只是个下人,万一二小姐因此耽误,她白死难辞其咎。 放心吧,你们家二小姐天资不错,我好好教导,肯定会有不错的成绩。 见她动摇,张璇再次展开忽悠大法。 开玩笑,煮熟的鸭子怎么可能让她飞了? 按着,谁说再无老师感收,小姑娘,你只要退掉这位张老师,我立马收你为我的学生。 张璇的话还没说完,一侧的曹熊向前一步,大手一摆。 他刚才被张璇折损了面子,这次有机会,哪能放过。 曹熊,你要干什么,张璇脸色一沉,干什么,这个好的苗子,不能浪费,如果他要把你退掉,我立刻接收。 人家来学院学习,当然要选择最好能给他指点的老师,而不是师资考核的零分的。 嘿嘿一笑,曹熊满是得意洋洋,你这是公然抢学生,信不信我告到正教处。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怒气了,而是公然抢学生。 学院虽然鼓励老师自主选择,却不提倡这种胡乱抢搏。 一旦发生,影响教师之间的感情不说,还会弄得整个学院一团糟,影响风气。 抢学生,比严重了,大不了咱们来个现场指点,公平竞争,让学生自主选择,敢不敢答应。 曹熊道,第三章天道有缺,现场指点,张璇脸色不太好看,他虽然融合了前身的记忆,却没仔细整理过,最多只能把修炼等级搞清楚。 要说修炼上的错误,前身都心里糊涂,更何况现在。 给别人指点,肯定是比不过这位曹老师的。 真要比试,必输无疑,怎么,不敢答应吗? 学运可是有明文规定的,现场比试,让学生自主选择,就不算抢了。 曹熊轻轻一笑,一甩一秀,一副云淡风轻,如雅至极的模样。 指点什么,知道今天的事不解决好,好不容易招收的一个学员,也要跑掉,张璇脸咬牙。 老师指点分为许多种,指点修为补迹,修炼中的错误,方向不同,各位老师的擅长也不同。 这样吧,这些都是新学员,我们谁都不认识,就让他们施展一套拳法。 我们从中看出漏洞进行指点,然后现场测试,谁的进步大,谁就获胜,如何。 面对其他老师,曹熊还没有信心,但对眼前这的全校业务倒数第一, 师资考核为零的家伙,还是有很大自信的。 张璇迟疑,不会不敢答应吧,刚才不是吹得很厉害,说什么不少学员想做你学生,你却不收吗? 真有本事,就鄙视一下,不要祸害了人家小姑娘。 曹熊步步紧逼,这,好,张璇点头,人死鸟朝天, 大不了输了就是,如果现在不答应,刚收的这位弟子,退掉是必然的。 此时此刻,已然没了退路,实在不行,到时候只能信口胡说了, 反正自己脸皮厚,丢人就丢人吧。 曹老师和张老师比试了,比输哪个倒数第一的张老师,就是他, 师资考核零分,也和别人比试,真的假的,这不是着脸打吗? 他一答应,立刻引来不少吃饭的学生,今天新生报名, 不少人没来学校就听过这位师资考核的零分的家伙, 却还从未见过真人,一个个充满了好奇。 按规矩,你指点我的学生,我指点你的学生。 见人围了一堆,曹熊加持了想要表现的心理, 大手一摆,笑盈盈道。 老师之间的竞争,为了公平,不能指点自己的学生, 有作弊的嫌疑,通常都是学生交换指点。 小姑娘,你过来展示一套拳法, 然后用尽全力,打在前面的石柱上。 确定笔实的内容和方法,曹熊一副高人在时的模样, 看向不远处的单萌女孩。 我,王颖面色一红,偷偷看了一眼张悬, 见她没生气,这才来到跟前, 双手一分,一股悠然的气息充斥全身。 呼呼呼,拳风呼啸, 力量十足,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绝不敢相信这是一个萌妹子打出来的拳法。 四平八稳,力量十足, 一看就知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很快,一套拳法打完, 看了一会,张悬满是崩溃, 以她的见识,哪怕结合了前身的记忆, 也什么缺点都没看出来。 难怪能得到狮子考核零分, 这份眼力也实在太差了。 嗯,用尽全力,攻击石柱, 暗探果然是个好瞄子, 曹雄满意地点头,开口道。 距离他们不远处的石柱, 可以测试学员的力量大小, 让学生对自己实力有个明确认知。 网颖却生生地走到跟前, 将刚才一套拳法积蓄的力量, 化为流星, 狠狠硬了上去。 哼,石柱晃了一下, 浮现出一行字机, 53,53公斤, 全力不错。 曹雄连连点头, 一个还没进入学院, 没接受过任何指点的新生, 而且还是女的, 一拳能打出这种重的力量, 已经很不错了。 我刚才看了, 你的拳法雄魂, 力量十足, 不过有一点不太好, 就是出拳的路程有些短, 如果能将下肢凝转的速度加上, 威力必会暴增。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双腿应该受过伤吧? 曹雄开口道, 不愧是老师, 他的眼光果然比张选好了不少, 一眼就看出王颖的拳法中, 下肢是关键, 也断定他可能曾经受过伤。 是, 王颖点头, 因为受过伤, 你在借用下肢力量的时候位手位脚, 我现在给你说个方法, 放心吧, 不会让你双腿伤上加伤的。 紧接着, 曹雄说了一个新的方法, 并详细讲解了一遍。 我试试, 王颖能在如此年纪, 就拥有这种力量, 领悟力不弱, 很快就完全领悟。 再次来到石柱前, 粉泉捏紧, 一股力量贯通全身, 整个人如同长龙。 砰, 六十三, 经过简单指点, 居然直接让力量暴增了十公斤。 力量增加十公斤, 也就是增幅接近百分之二十。 我指点完了, 轮你了, 看到这个成绩, 曹雄轻轻一笑, 满是得意地看过来。 一次指点就能让学员力量暴增接近百分之二十, 算是十分不错的成绩了。 张老师, 说完, 他身后走出一个学员, 就要施展全法。 按着, 张玄伸手, 怎么了? 张老师难道想要反悔? 曹雄冷横, 反悔, 开什么玩笑? 你觉得我答应的是, 能反悔吗? 张玄嘴上胡搅蛮缠, 心中却满是着急, 指点学生修炼, 他一个穿越众, 哪里会啊, 要说指点他们怎么下片, 观看爱情动作片要领, 倒是手到擒来。 我只是觉得, 见众人看过来, 张玄只好硬着头皮, 胡乱找理由, 这位是你的学生, 听你的命令, 如果故意在我指点后不用尽全力, 我岂不是等于直接败了? 我肯定会用尽全力, 这点诚信还是有的, 这个学生见张玄怀疑, 咬牙道, 好吧, 我相信这个学员有诚信, 但咱们的笔试不公平。 学生这样说, 张玄知道如果继续在这上面纠结, 肯定让人嘲笑, 硬着头皮道, 不公平, 哪里不公平? 曹雄道, 王颖是我的学生, 如果我赢了, 他还是我的学生, 我并未得到什么, 而如果输了, 他就拜你为师, 这哪里公平? 这就好像你我赌命, 我赢了, 你把命给我, 我输了, 我把命还给你, 你觉得公平? 张玄道, 呃, 曹雄一愣, 这样说起来, 的确有些不公平, 这个赌约, 就等于空手套白狼, 自己什么都没出, 而对方一旦输了, 就会把弟子送给自己, 这样, 如果你赢了, 这位刘洋, 成为你的学员, 想了一下, 曹雄大手一摆, 刘洋, 正是走出来要张玄指点的这个新生, 老师, 没想到曹老师做出这种决定, 刘洋一愣, 一脸着急, 让他拜一个师资考核为零分的人, 他宁愿死, 放心吧, 老师我肯定不会输的, 曹雄给了他一个自信的眼神, 是, 似乎对这位曹老师很有自信, 刘洋两波来到不远处, 呼呼呼呼, 也不管张玄看不看, 开始了拳法, 这, 本来还想多说几句, 让这少年放弃, 见他直接开始打拳, 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张玄一脸郁闷, 对方打的这套拳法, 说实话, 连认识都不认识, 怎么找出缺陷, 加以指点, 缺陷, 这套拳法有什么缺陷, 头上冒汗, 满是着急, 如果找不出缺陷, 无法指点, 丢人是小, 好不容易收的学生就跟别人跑了, 自己肯定会被学院开除, 通龙, 就在他满心着急的时候, 脑海中的天道图书馆一阵晃动, 一个闷雷般的声音轰然响起, 紧接着就看到原本空无一物的书架上方, 出现了四个大字, 天道有缺, 这四个字, 给人一种厚重如山之感, 带着无穷的威严和气势, 四字形成, 书架中原本够不着, 抓不到的书籍, 突兀的出现了一本, 落在眼前, 这是什么, 心中一愣, 张玄低头看向掌心的书籍, 只见封面上写着两个字, 刘杨, 随手翻开第一页,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机, 刘杨, 下运程刘家, 考入红天学院, 武者一众聚习镜, 修炼功法, 莲花冲血镜, 武技, 飞花拳小成, 寸龙拳大成, 缺点, 十二楚, 其一, 虚招太多力量分散, 其二, 其三, 其十二, 他左臂更加有力, 拳法却是右路, 无法发挥最强攻击, 这这, 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机, 张璇感到整个人都快疯了, 真的假的, 正想着缺点, 听到图书馆就冒出一本关于刘杨缺点的书籍, 这上面写的如果是真的, 自己这个穿越大礼包, 未免太给力了吧, 要知道人人都有缺点, 任何招数, 武功也有缺陷, 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能够看出缺陷, 并记录成书, 图书馆这是要逆天啊, 哼, 张璇震惊是海中图书馆变化时, 刘洋已经将一套拳法打完, 一声震动, 石柱上出现了一排字机, 六十二, 他的权力有六十二公斤之多, 张老师, 刘洋已经展示完了, 你过来给他指点吧, 曹雄微微一笑, 周围看热闹的众人听到这话, 也都齐刷刷看过来, 想要看看这个, 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师资考核零分, 到底如何给学生指点, 第四张打脸, 我, 刚才听到图书馆震动, 注意力都集中在湿海了, 现在还一片迷糊, 而且, 对方的拳法是啥都不知道, 让他指点, 指点个毛线啊, 还请张老师指证, 刘洋向前一步, 功身到底, 一侧的王淫也眨巴眼睛, 想要看看自己刚认的这位高人如何指点, 啊, 见众人目光都集中过来, 再不说话, 只有丢人, 张玄正想信口胡说, 突然想起图书馆书籍中刘洋的缺点, 他并不知道上面计数到底是真是假, 不过, 现在这种情况, 让他说其他的肯定也想不起来, 只好硬着头皮, 你这套拳法, 缺点很多, 足有十二处, 哈哈, 他说缺点很多, 十二处, 我没听错吧,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这套飞花拳虽然级别不高, 却是整个王国流传最广的一套拳路, 也被称为基础拳, 经过数千年前精简魔力, 虽不说完美无缺, 缺点绝对是拳法中最少的, 他居然说, 有十二处, 信口雌黄, 估计啥都没看出来, 故意胡乱说的, 周围众人, 本以为他能说出什么, 一开口顿时拳都笑了起来, 飞花拳是天玄王国最基础的拳法之一, 和地球上的太祖长拳一样, 只要练功, 基本都要学习, 千百年来经过无数强者的魔力, 虽然威力不大, 要说缺点至少, 绝对是数得着, 甚至还被人称为无瑕之拳, 如此拳法, 这家伙居然一开口说有十二处缺陷, 开什么玩笑, 别说一个狮子考核零分的家伙, 就算院长过来, 也找不出这么多缺点吧, 不, 张老师还真是大才, 竟然能在飞花拳中看出十二处缺陷, 我等愿闻其想, 曹雄显然也没想到张玄如此浮夸, 一开口就这样说, 兴奋地眼睛放光, 故意让他难堪, 将众人的对话听在耳中, 张玄面容不变, 心中却不由有些急躁,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叫刘洋的家伙, 居然打出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拳法, 换做前身, 肯定也会知晓, 关键是自己刚穿越不久, 对方的记忆还没彻底融合, 不过, 虽然前世只是个图书馆管理员, 却不管怎么说都是穿越中, 有着不一样的见识, 再加上脸皮后, 眼皮一翻, 怎么, 不相信, 这不是我不指点, 是你们不相信, 不按我指点的做, 这就怪不得我了, 网瘾, 我们走, 这种赌约, 不赌也罢, 按着, 我们相信, 还请指点吧, 见他要走, 曹雄急忙拦住, 他现在算是看出来了, 对方是故意说出夸张的资料, 让自己等人不以为然, 然后好趁机溜走, 不过, 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教训他一顿, 怎么可能放弃, 这, 剑溜不掉, 张璇只好将图书馆生成的书籍再次拿了出来, 死就死吧, 反正已经没了退路, 眼睛落在书籍记载的缺点上, 很快将十二处再次看了一遍, 落到最后一个上, 咬牙开口, 你刚才打的拳法是右路, 我给个建议, 你现在打左路, 然后用左拳攻击石碑试试, 既然是穿越者的福利, 万一是正确的呢? 再说就算不正确, 现在也没其他办法了, 反正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说辞, 打左路, 这您马也叫指点, 开什么玩笑, 左手本来就没劲, 打左路, 不是把这套拳法打废了吗? 众人先是一愣, 随即哗然, 一个个再次看向张璇, 满是鄙夷, 左手力量比右手弱,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刘阳刚才打拳, 风声呼啸, 明显不是左撇子, 现在让他打左路, 开什么玩笑, 刘阳, 按照张老师说的事事, 也好让他死心, 曹雄显然没想到张璇会这样说, 兴奋得快要跳起, 口上却吩咐一句, 虽然是刚招收的学生, 但他却十分清楚这位刘阳, 一直擅长右手, 并非左撇子, 打左路, 真要打下去, 估计连30公斤都没有, 不止点能打出62公斤的权力, 止点后连30都打不出来, 这一下这个张璇将会名声扫地, 丢人现眼, 看他还能不能再像之前那么嚣张了, 是, 刘阳也冷冷一笑, 拳法再次施展, 他是不是左撇子知道的最清楚, 让他打左路, 真是胡说八道, 飞花拳是从小就练习的基础拳, 左右颠倒虽然有些不习惯, 很快还是适应过来, 拳风烈烈, 虽然看起来也是不错, 但无论连贯还是力量, 似乎都比刚才差了很多, 难道, 我这个穿越福利是假的, 张璇满是紧张, 人家的穿越福利, 有个老爷爷, 随手指点, 只要跟着对方说, 肯定没问题, 自己倒好, 一个图书馆, 上面写出乱七八糟的东西, 万一是假的, 被学院开除, 肯定是必然的了, 呼, 很快一套拳法练完, 刘阳来到石碑跟前, 抬起左拳, 一下砸了上去, 翁, 一连串数字出现, 一, 哈哈, 才十几公斤, 剑上面出现了各一字, 曹雄哈哈大笑, 满是畅快之意, 不过话还没说完, 一下哑在咽喉, 整个人眼珠子快要掉在地上,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三公斤, 周围本打算嘲笑的众人, 也全吓傻了一般, 不停战斗, 刚才刘阳打出六十二公斤, 现在直接变成一百二十三, 增长了接近一倍, 也就是, 增幅百分之百, 真的假的, 就算学院师资考核第一的老师, 第一次指点, 也不可能让人一下进步一倍吧, 我, 我, 这是我打出来的, 当事人刘阳眼蒙了, 傻傻地看着眼前的石碑, 满是不敢相信, 他不是左撇子, 早就知道, 可做梦都没想到, 左手的力量这么大, 是右手的一倍, 众人吃惊, 张璇却高兴地差点跳起, 是真的, 直到此刻, 他终于明白图书馆出现的缺陷, 绝对是真的了, 等一眼看出别人修炼的功法和缺陷, 这个穿越福利, 真要逆天啊, 怎么样, 理直点增长了百分之二十, 我增长了百分之百, 曹老师, 还有什么话说, 张璇黑黑一笑, 我, 曹兄脸色铁青, 感觉整个脸都火辣辣的, 本来提出鄙视, 想让对方出丑的, 结果, 出丑的变成了自己, 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牌, 一咬牙在上面滴上鲜血, 刘洋, 我已经把你退掉, 你现在可以拜张老师为师了, 说完看向张璇, 你也不用得意, 这次让你走了狗屎运, 下次比试, 我一定让你难看, 说完再不停留, 转身就走, 这下丢人丢大了, 不光丢了个学员, 还被当面打脸, 出给别人倒也罢了, 关键这家伙是师资考核零分, 全校最差的老师, 老师, 老师, 见曹兄转身就走, 刘洋脸色难看, 虽然刚才张璇指点他打出了好成绩, 可内心深处, 和曹兄一样, 认为他只是运气, 十分不相信有这种能力, 好了, 你现在是我的学生了, 赶快身份验证吧, 张璇才不管他想些什么, 一场打赌让他多了一个学生, 满是高兴, 随手扔过去一个玉牌, 刘洋虽然心中不甘, 却也知道运赌服输, 如果自己不认这位张璇做老师, 其他老师肯定也不会接收, 只好将血液逼在玉牌上, 完成验证, 明天过来上课, 处理完刘洋, 张璇也不废话, 再次转头看向网影, 淡淡输了一句, 抬脚走出食堂, 重新回到自己的课堂, 张璇没有丝毫犹豫, 精神沉浸世海, 仔细观察天道图书馆, 研究了一会, 终于让他明白, 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施展武技, 功法, 就能自动生成缺点的书籍, 哈哈, 这下真发财了, 有这东西在手, 任何缺点都能一眼看穿, 下次师资考核, 我不幸还是领分, 心中一阵狂笑, 作为穿越重的张璇, 生出万丈豪情, 第五张大小姐, 听说了没, 曹雄老师刚才和学院倒数第一的张璇老师比试了, 他们比试, 那这个张璇老师不是等着书吗, 还真不是, 张璇老师赢了, 他随便指点了一个学员, 居然让其力量暴增了百分之百, 增加百分之百, 一次指点, 就算陆寻老师也做不到吧, 真的假的, 很多人都看到了, 怎么能是假的, 池塘内不少人将二人的比试看到了, 一个个兴奋地议论, 一次指点, 增加百分之百力量, 赵雅秀鼻促喜, 满是不屑一顾, 这家伙肯定是运气, 赵雅是天玄王国第三大城市, 白玉城城主的女儿, 自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这次红天学院主要的目的就是拜陆寻为师, 没想到还没去找, 就听到众人议论陆寻老师都不如, 当然不相信了, 运气, 我觉得不是运气, 这可是百分之百的增幅, 光靠运气恐怕不行吧, 坐在他不远处的一个学员, 忍不住反驳, 不是运气,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个张玄老师, 上次师资考核得了零分, 差点就被开除, 你说这种人能有什么本事, 不信我现在就去拆穿给你们看, 赵雅性格一向急躁, 听到有人夸倒数第一的老师, 立刻忍不住了, 好啊, 刚好我们也想看看, 这个老师是不是浪得虚名, 顿时又有两个学员站起身来, 三人走出食堂, 找人打听了一下, 很快找到张玄所在的课堂, 推门走了进去, 你就是张玄老师, 走进课堂, 随即看到坐在主位上的青年, 此刻正义脸呆笑,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都不像一位厉害的老师, 甚至感觉起来都有些不正常, 是我, 见有学生进来, 张玄停止继续观察天道图书馆, 抬眼看过去, 听说你刚胜过曹雄老师, 指点一位学员, 让他有了百分之百的力量增幅, 赵雅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那好, 你也帮我看看, 看你指点一下, 也能不能让我的实力暴增一倍, 没空, 张玄白手, 老师有诗道尊严的, 又不是戏耍, 你想看就看, 想让我指点就指点, 再说, 你那个态度算什么, 老子又不欠你一分, 没空, 你现在不是闲着妈, 赵雅明显看出对方的敷衍, 咬牙横道, 刚跟朋友说要来揭穿对方, 连看都没看就出去了, 丢人的是他, 我要招学生, 没功夫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孩瞎胡闹, 张玄淡淡道, 里, 赵雅气的羞目乱翻, 她是城主的女儿, 本身又极其漂亮, 走到什么地方都受人仰视的目光, 这家伙倒好, 不但拒绝自己, 还说自己瞎胡闹, 简直可恶, 就算是老师, 也不可原谅, 你要怎么才能帮我指点, 玉牙咬紧, 赵雅道, 拜我为师, 张玄淡淡道, 一脸古怪的看古来, 见对方看白痴一样的目光, 赵雅气的一个猎切, 好, 我拜你为师, 不过, 你要胡乱指点, 给我指点错了, 信不信我这就把你的骗人的把戏曝光, 赵雅, 不可, 一旦拜他为师, 你就不能再拜陆寻老师了, 跟他来的两个朋友, 听他直接答应, 差点没下晕过去, 连忙劝阻, 听到两个朋友的劝阻, 赵雅犹豫起来, 学院的规矩他是知道的, 拜了别人为师, 想要再拜另外一位, 必须退掉课程, 而一旦这么做, 另外一个老师基本都不会收取, 更何况陆寻这样的热门教师, 不敢, 不敢就出去吧, 不要耽误我做生意, 招收新的学生, 张璇摆摆手, 谁说我不敢了, 本来还在犹豫, 听到张璇这话, 赵雅立刻炸锅, 秀眉一扬, 我现在就拜你为师, 身份确认吧, 态度太差, 你想拜, 我还不想收呢, 张璇摆手, 招学生当然要招听话的, 像之前网瘾那样的, 他就比较喜欢, 眼前这个, 一来到就和吃了枪药一般, 就算缺学生, 也不想要, 你, 没想到自己咬牙要拜他为师, 他还不收, 赵雅气的火帽三丈, 不过, 专门过来揭穿对方的, 现在真要生气转身离开, 岂不得了对方的意, 可能这家伙就想把自己赶走, 这样谎言就不用被揭穿了, 一定不能让你如愿以偿, 哼, 大不了先认错, 等揭穿你真实面目后, 看我怎么教训你, 想到这, 赵雅强压住心中的怒火, 唯唯一笑, 露出洁白牙齿, 老师勿怪, 是小女子失礼了, 我是诚心拜你为师, 还请老师收下, 这还差不多, 见他态度改变, 张玄这才点点头, 想拜我为师也可以, 把这房间打扫干净, 我不要有一点灰尘, 还有外面的卫生间也收拾一下, 马桶洗刷干净, 我检查合格, 让我满意了, 会收你为学生的, 别太过分, 赵雅抓狂, 她是谁, 城主女儿, 千金大小姐, 从小到大, 食指不沾阳春水, 这家伙居然让她打扫卫生, 还, 收拾卫生间, 洗马桶, 你要疯了, 这么粗浅的活也干不了, 那就走吧, 我们下不要懒惰, 没用的人, 张玄摆手, 嘿嘿, 丫头, 想跟我玩, 你还嫩了点, 谁说我没用, 我现在就打扫, 就洗刷, 赵雅咬牙, 转身就取来扫帚和扑把, 在房间里收拾起来, 赵雅, 要不咱们就算了, 我看她可能真没什么本事, 是故意为难你呢, 一起来的两个朋友, 见堂堂城主大小姐, 真的打扫卫生, 全都吓了一跳, 急忙劝阻, 你们先出去等着, 我赵雅肠这么大还没吃过亏, 今天我就跟她杠上了, 赵雅眉毛一扬, 这, 这两位朋友, 知道赵雅的脾气, 见她无法劝阻, 全都面面相去, 不知该怎么办, 去通知姚大管家吧, 她不是也来了吗, 如果给大管家知道一个狮子考核倒数第一的家伙, 使唤小姐刷马桶, 肯定会出手阻止的, 对望了一会, 一个朋友想出了办法, 赵雅这种身份, 虽然前来学院没什么危险, 依旧有专人送过来, 而这位送行的, 正是姚大管家, 现在应该还没离开, 好, 我们这就去找, 二人一拍即合, 也不犹豫, 转身向学院外走去, 赵雅这位大小姐强脾气上来, 虽然从未干过粗活, 刚开始还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时间不长, 就彻底学会, 很快, 房间内外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就连外面的卫生间也洗得清洁无比, 不错, 张玄满意的点头, 现在好了吧, 可以收我为学生, 指点修位了吧, 干完活, 赵雅牙齿咬的咯咯, 坐响, 欲念扭曲, 生怕一时忍不住, 将眼前这家伙打了, 嗯, 身份验证吧, 仿佛没看到对方恨不得拨他皮的眼神, 张玄随手扔出一个玉牌, 深吸一口气, 赵雅滴血认主, 确认身份, 张老师, 我现在是你的学生了, 可否给我指点一二, 见目的达到, 马上就能揭穿眼前这个小人的真正嘴脸, 赵雅强忍住内心的兴奋, 道, 你先打一套武技, 让我看看基础如何, 张玄摆手, 是, 赵雅也不废话, 双手一抱, 开始打拳, 呼呼呼呼, 风声呼啸, 尽力十足, 同为女子, 她无论气力还是招数, 都比网瘾更加快捷, 有力量, 一看就知道没少下功夫, 张玄看着她施展武功, 精神却沟通天道图书馆, 果然, 图书馆轻轻一阵, 一本书极落了下来, 封面正写了赵雅二字, 赵雅, 白玉成城主之女, 舞者一众聚习近巅峰, 修炼功法, 白玉素女功, 缺点, 二十七楚, 其一, 性格冲动易目, 与白玉功停顺和唱违背, 无法发挥最强实力, 其二, 书籍和之前见到的一样, 记录了赵雅修炼中的错误之处和缺陷, 看着看着, 张玉一脸古怪,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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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依会, 赵雅将一套拳法打完, 粉拳一捏, 转身落在教室负责策立的石壁上, 一声催响, 上面显示了数位, 一百一十, 不错, 不错, 张玉不由自主地点头, 还没进入学院系统学习, 就能一拳打出这种力量, 这位赵雅不愧是成主之女, 实力非凡, 好了, 帮我指点吧, 一套武技打完, 脸不红气不喘, 赵雅看过来, 第六章, 你对我们小姐做了什么, 该做的都做了, 赵雅要让眼前这家伙出丑, 心中一动, 一个记录玉京出现在衣袖之中, 记录玉京, 能够记录周围的影像和声音, 他打算将对方的罪证留下, 然后出去宣扬的时候, 才能摆口莫辩, 到时候就看你怎么出丑, 和陆寻老师比, 做梦的吧, 想到记录玉京很快就能拿到对方的罪证, 自己也能好好教训对方一顿出气, 赵雅眼睛闪烁, 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正在憋着高兴, 想要听听对方怎么胡说八道, 就看到一双明亮的双眼, 灯笼一般的停在跟前, 啊, 赵雅吓了一跳, 连忙后退一步, 这才看清正是张玉老师, 气得一咬牙, 你要干什么, 放心, 我只是看看, 张玉双手背在身后, 沿着赵雅转了一圈, 摇了摇头, 突然停在赵雅面前, 距离他不到一尺, 感受到对方身上的热量火辣辣的传来, 赵雅脸色泛红, 从小到大, 还从未有一个男人距离他这么近, 心中正在紧张, 不知如何, 就听到对方慢悠悠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有病, 听到这话, 赵雅差点没直接炸开, 当场昏过去, 你才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他都快疯了, 这家伙脑子有问题吧, 自己打出武器, 让他指出缺点, 这家伙却直接说自己有病,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 你怎么骂人, 张玉眉头一皱, 随即明白刚才的话有些奇异, 唯唯一笑, 我说的是你身体有病, 并非骂你, 我没病, 赵雅冷横, 我看你才有病, 赤脑子有病吧, 他强壮如牛, 一拳能打出超过一百公斤的力量, 有没有病, 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你先别忙拒绝, 你是不是经常赶到山中, 拒绝两处穴道隐隐作痛, 尤其是月圆之夜, 施风一起, 全身泛红, 心烦气躁, 而且还有种, 说到这张玉犹豫了一下, 似乎无法用言语表达, 只好到, 无论如何修炼都无法静心, 你怎么知道, 本来怒气冲冲的照哑, 本打算对方说什么, 都直接否决, 谁知听到这话, 脸色一红, 立刻呆住, 不是他说的不对, 而是, 太对了, 最近修炼, 他每天都能赶到山中, 拒绝两处穴道隐隐作疼, 当然, 这种疼痛并不大, 对他来说人忍就过去了, 关键是, 每到月圆之夜, 凉风一吹, 身体就会产生异样, 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望, 全身泛红, 情难自已, 恨不得有个男人抱住, 他只是个十六, 七岁未经人时的小姑娘, 哪里知道这是什么, 只感到羞涩无比, 本以为人忍就过去了, 谁知越演越烈, 伴随身体逐渐发育, 胸前越来越饱满, 竟然有种越来越凶的趋势, 以前运两遍弓就扛过去了, 而现在, 十遍八遍都不管用, 只好不停修炼, 直到天明, 这件事, 因为太过稀窍, 他谁都没敢说, 就连身边最好的朋友, 城主父亲, 都完全不知道, 人人都不知道, 这家伙怎么知道的, 他也正因为越来越熬不住, 这才来学院学习, 想要找出根油, 彻底解决, 我是老师, 你刚才打了一套拳, 就看出来了, 张玄淡淡道, 凭借拳法当然看不出这些, 天道图书馆就不一样了, 只要他身上有缺陷, 哪怕不是功法, 都能记录在内, 正因为看到了他的问题, 张玄这才面容古怪, 可有, 解决方法, 赵牙脸色泛红, 咬牙道, 刚才还气势汹汹想要揭穿对方, 结果对方一口说出他现在的问题, 让他反而不好意思了, 解决方法是有, 明天过来上课, 我会为你讲解, 张玄摆了摆手, 真的, 赵牙眼睛一亮, 不敢相信, 他的身体, 他非常清楚, 正因为快控制不住了, 这才脾气暴躁, 做任何事情都有些焦急, 本以为这件事只能压在心底, 没办法解决, 做梦都没想到, 眼前这个全校师资倒数第一的老师, 一语道破, 而且, 还有办法治疗, 不幸的话, 你可以去找学院其他老师, 张玄一甩手, 神色淡然, 一副高人模样, 不, 不, 就老师你了, 赵牙连忙点头, 他难受不是一天两天了, 城内无数医者都没看出来, 甚至连他爹爹, 赵城主也没发觉异常, 这位张玄老师只看了一眼, 就直接确认, 单凭眼力, 就是他之前见过这么多人无法比拟的, 正因为如此, 他觉得对方肯定有办法医治, 那快记录金时, 你还打算留着, 张玄手指一指, 啊, 赵牙吓了一跳, 这才想起刚才为了抓对方把柄, 故意留下记录金时, 如果对话的内容真传出去, 自己还怎么做人, 不了, 不了, 手掌用力, 弄插, 一声, 记录金时就碎成粉末, 捏碎金时, 赵牙再次看向眼前的张老师, 再不是可恶的嘴脸, 而是高深莫测, 自己将记录金时隐藏得很好, 依旧被发现了, 身体有样也能看出, 这么有本事的人, 怎么可能师资考核才得了零分, 肯定是他淡薄名利, 不在乎外人议论, 我听说高人都是这样的, 一个想法冒了出来, 张玄在他心中也从片子, 瞬间升华到爵士高人行列, 拿着身份牌, 去领你的被褥书籍, 顺便找自己的住处吧, 明天准时上课, 见又有一位学生入网, 张玄摆了摆手, 长在安排, 就听到外面一声爆吼, 一个人引闪电搬冲了过来, 呼, 来者是位中年人, 一进门就带着凶猛的气息, 让人敬畏, 一看就知道实力不弱, 小姐, 进入房间停了下来, 中年人对赵雅攻身, 姚叔叔, 你怎么来了, 赵雅一愣, 不是别人, 正是他两位朋友前去邀请了白云城大管家, 姚涵, 他将赵雅送到学院, 本打算回去了, 谁知还没离开, 就见后者的两位朋友急匆匆追来, 说小姐要任学院师资考核零分的老师为师, 那家伙还让小姐刷马桶, 听到这话, 姚涵管家差点没当场炸掉, 大小姐, 城主大人的千金, 在家里, 都没人敢使唤他, 敢让他打扫卫生, 刷马桶, 简直太胆大妄为了吧, 如果这家伙是学院有名的几位老师, 有规矩也就罢了, 关键是, 这家伙师资考核倒数第一, 还把人交得走火入魔, 小姐怎么可能跟这种人学习, 就算待在城内, 自己随手指点, 也肯定比此人要强得多吧, 小姐, 你没, 冷冷看了张璇一眼, 姚涵急忙问向眼前的小姐, 我已经拜张老师为师, 赵雅道, 本以为自己跑得够快了,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姚涵脸色一下阴沉下来, 一把将赵雅拉倒身后, 冷冷看向不远处的张璇, 快把我们小姐的课退掉, 然后道歉, 不然, 今天我非把这件事闹大,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堂堂老师, 蛊惑未成年少女, 让他拜入你的课堂, 蛊惑未成年少女, 这词用大了, 张璇摇头, 别人听到这话, 弄不好还以为自己对赵雅做了什么, 天脸可见, 就收了个学生而已, 十分纯洁的, 少跟我打马虎眼, 我们家小姐, 天之教女, 不是你这种老师有资格教授的, 快把课退掉, 我可以不计较, 否则, 我一定闹到院长那里, 将你开除, 姚涵吼道, 不过话还没说完, 就被身后的赵雅打断, 姚叔叔, 你要干什么, 我是心甘情愿任张老师为师的, 你导什么乱, 赵雅一跺脚, 来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身体的疾患, 眼前这个老师说能够帮忙解决, 他心里正高兴, 这家伙就来打断, 搞什么, 心甘情愿, 姚涵看了小姐一眼, 难道她真能指点修为, 而且让你的力量迅速暴增了, 小姐心高气傲, 她是知道的, 难不成眼前这个被称为废物的老师, 真能指点她, 这才让奇者福, 让我力量暴增, 这倒没有, 赵雅摇头, 对方一口说出她的病症, 并未指点修为, 没有, 那, 姚涵满是奇怪, 好了, 姚叔叔, 你就别问了, 想到自己的病情, 赵雅翘脸一红, 看到小姐这副模样, 姚涵先是一愣, 紧接着看到地上碎裂的记录水晶, 随即满脸冰寒, 整个人像是瞬间变成了狂暴的狮子, 臭小子, 你到底对我们家小姐做了什么, 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 轰隆, 暴怒声中, 强大的气息迅速卷起, 气浪狂涌, 地面都发出枝呀, 的声音, 似乎不堪重负, 第七章你被人甩过, 做了什么, 看到对方暴怒的样子, 张璇一阵无语, 这误会貌似有点大了吧, 不过, 换做其他人肯定也会这么想, 没指点修为, 却让小姐心甘情愿, 而且一说话脸色泛红, 更重要的是, 记录水晶被捏成粉碎, 很明显地破坏证物, 种种迹象都显示十分不同寻常, 一瞬间张璇就被绑定了怪叔叔, 色情狂, 无耻老师之类的标签, 姚叔叔, 你想什么呢, 你再这样,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看到暴怒的姚涵, 听到她的话, 哪里不知道怎么回事, 笑脸变得难看, 差点没疯掉, 她是少女, 这样胡说, 自己的明节放到哪里, 小姐, 被赵亚打断, 姚涵只好收敛起席, 好了, 陪我领被褥, 别耽误我明天上课, 赵亚横了一声, 转身走出房间, 她有病的事, 不能说, 一旦说了必然遭到追问, 这种情况, 如何能说得出口, 所以, 这种情况只能说自己心甘情愿任张玄为老师, 没其他借口, 哼, 见小姐转身就走, 离开了房间, 摇寒冷冷看了张玄一眼, 目光闪烁, 不知想些什么, 一摆手, 走了出去, 现在她想杀这个少年的心都有了, 要不是这里是学院, 又有小姐阻拦, 恐怕早已动手, 我招谁惹谁了, 见对方冷漠的眼神, 张玄一阵无奈, 不就收个学生, 至于吗, 弄得自己跟无恶不作似的, 关键, 什么都没做啊, 算了, 今天还有不少时间, 看看能不能再收几个学生, 学生收得越多, 资源也就越多, 同天学院老师分为诸多等级, 每年都会按照学生情况进行评定, 学生收得多进步大各种竞赛拿得成绩好, 都是老师晋级的依仗, 一旦级别高了, 老师得到的资源, 学生得到的资源, 都会成倍增加, 也就是真正的师生共同进步, 他现在满打满散只收了三个学生, 只能保得住教师职位, 论起资格的话, 依旧是全校倒数第一, 想要进步, 只能继续收学生, 正阳, 别失望, 不就是王超老师没收你妈, 还不至于沮丧, 学院路上, 两个个少年前行, 其中一个正在安慰后面一位, 不晓, 你被录取了, 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如果也没被选上试试, 正阳眉毛一扬, 似乎对朋友安慰并不高兴, 可可, 别这么说, 其实其他老师也可以的, 没必要非要选择王超老师, 第一个少年莫小挠挠头有些尴尬, 没必要选择他, 说得轻巧, 咱们两个从小一起修炼枪法, 早已把枪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再也割舍不下, 红天学院枪法教导最好的就是王超老师, 你扮入了, 我没成功, 能不沮丧吗? 正阳气呼呼地道, 这, 莫小辈质问, 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红天学院, 老师不同, 擅长教授的方向自然也不一样, 有的擅长教授拳法, 有的擅长教授大高, 王超老师是有名擅长教授枪法的, 就算在整个学院的老师之中都排得上名号, 二人同时参加考核, 想要办入门庭, 结果一个成功, 一个失败, 难怪失败者郁闷, 咦, 这边有个学堂, 不如咱们进去看看, 正不知如何化解尴尬, 莫小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个学堂, 向前一指, 我不去, 正阳摇头, 走吧, 进去看看, 万一这位老师也是擅长指点枪法的呢? 莫小安慰, 反正看看又不会掉肉, 好吧, 虽然有些不情愿, 正阳还是跟在莫小身后走进了房间, 房间内的张璇, 正在想要不要出去拉人, 就看到两个少年走了进来, 老师你好, 莫小躬身, 嗯, 张璇眼皮一抬, 你们想在我这里拜师, 是我这个兄弟, 非常厉害, 尤其是枪法, 年轻一辈, 很少有人比得过, 希望能达到老师指点, 莫小忙到, 莫小, 正阳一拉好兄弟的衣袖, 怎么了, 莫小疑惑, 你看这里的环境, 正阳眉头一皱, 这个课堂, 十分狭窄, 也就能容纳十几个人的模样, 一看就是个小教室, 教室大小有时代表了老师的实力, 学院排名前几的老师, 每个人的教室都和广场一样, 足可以容纳数百学员同时修炼, 这个教室只有八长大小, 恐怕老师的水准也很一般, 赤小了些, 莫小也注意到了房间的规模, 心中咯噔, 一下, 本想帮好友排解心中烦闷的, 这下倒好, 直接来了这样一个小地方, 万一老师水准很低, 烦闷非但没解决, 弄不好会更加郁闷, 演练枪法吧, 似乎没看到二人的悄悄思语, 张玄淡淡道, 既来之则安之, 让这位老师指点一下, 也没什么, 如果水准不行, 大不了不败是旧事, 见郑阳还是满脸迟疑, 莫小道, 嗯, 郑阳点点头, 除非那些特别热门的老师, 不少学员趋之若鹜, 一般的老师想要选学生, 学生也可以衡量的, 想通这些, 郑阳没有太多犹豫, 从背上把长枪取下来, 一节节拧在一起, 嗡, 长枪在手, 郑阳的神态瞬间变了, 像是出了翘的长剑, 带着逼人的锋芒, 嗖嗖嗖嗖, 长枪刺出, 空气发出音爆, 整个房间都像被撕裂了一般, 四周激荡起剧烈的风鸣, 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 他这位正阳, 实力虽然不算太强, 但枪法的确不弱, 呼, 枪尖战斗, 猛递急在不远处的石柱上, 一声清明, 显示出一排数位, 110, 居然有100多公斤, 但论杀伤力的话, 舞者一重巨习近巅峰强者恐怕都抵挡不住, 还请老师指点, 收枪站立, 正阳气不喘, 心不跳, 神色淡然地看过来, 说实话, 看到这个课堂的大小, 他并不看好眼前这位老师, 觉得水准肯定一般, 果然, 这位老师眼睛半咪, 不知想些什么, 听他问话, 这才睁开眼睛, 慢慢看过来, 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 以感情受过伤, 也就是, 被人甩过, 第八章我就是那的废物, 嗯, 正阳一愣, 脸色一下变得透红, 难看, 我是暗恋一个女孩, 然后, 被人当面羞辱, 可这和老师没什么关系吧, 他曾经暗恋一个女孩, 非常兴奋地前去表白, 结果被对方无情的嘲弄打击, 让他受尽屈辱, 这件事对他来说是秘密, 就连还有墨小都不知情, 这个老师怎么知道, 真的假的, 正阳, 你被人羞辱怎么不告诉我, 是谁, 不小听他承认, 忍不住一愣, 急忙问道, 这件事我们回头说, 正阳摇摇头, 显然不想在这里多说, 抬头看向眼前的老师, 老师, 这是我的私事, 虽然不知道你如何知晓, 但这和指点我的枪法没关系吧, 没关系, 张璇摇摇头, 关系很大, 有关系, 正阳满是疑惑, 自己就失恋而已, 和让对方指点有什么关系, 你的枪法当猛果断, 代表了你的性格, 做任何事都勇往直前, 不去想后路如何, 本来这是好事, 舞者就应该这样, 不用瞻前顾后, 张璇神色淡然, 不过,可惜的是, 有了这次感情经历, 你有些畏惧了, 害怕被拒绝, 害怕失败, 害怕被羞辱, 枪法中多出了一些迟疑, 多出了一些疑惑, 威力也因此大大减弱, 你, 你, 从我的枪法中看出了这些, 看出了为曾失恋过, 看出了我的性格, 正阳吓了一跳, 不是对方说错, 而是说得太对了, 几乎一点不差, 他性格勇敢果断, 以前做什么事都不害怕, 正是因为那次感情经历, 现在干什么都畏缩不前, 犹犹豫豫, 只看自己的枪法, 就能看出这些, 甚至连失恋都能看出来, 这是什么眼力, 学院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老师, 他都觉得快要疯了, 之前他去拜号称枪法教授第一的王超为师, 也展示了绝招, 王超看完只说自己枪法不得要领, 至于什么原因, 却也说不出来, 眼前这人只看了一眼, 就说自己失恋过, 因为感情受挫, 才导致枪法果足不前, 难道这位老师的眼力, 比王超还要强大? 这没什么奇怪的, 张璇大手一挥, 满脸高人风范, 枪法代表心境, 心境不明, 施展的武技, 自然也阴暗, 你的枪法虽然连贯, 却好像被什么东西缠绕, 斩不断, 里还乱, 只看了一眼, 我就知道肯定是情思, 这, 这次不光正阳崩溃, 就连一侧的墨小也张大了嘴巴, 快要塞下一个鸡蛋, 啊但, 真的假的, 看枪法, 能看出情思缠绕, 还斩不断, 里还乱, 这真是人类的眼睛, 不晓正阳对望一眼, 都从各自眼神中看出了不敢相信, 老师, 那你能帮我看看吗? 震惊过后, 墨小突然向前, 一脸渴望, 也不管张玄同不同意, 手掌长枪一抖, 招数也挥洒出来, 同样用枪他的招数明显比一侧的正阳, 更加流畅, 威力更大, 但从枪法来看, 的确他更胜一筹, 难怪王超老师选中了他, 而没选上正阳, 呼, 一阵呼啸风声, 墨小收枪站立, 枪走, 如盖世狂魔, 力量散逸, 神鬼莫尽, 枪收, 静若处子, 安静地宛如雕塑, 一出手, 一抬足, 自成风度, 虽然实力不算太强, 依旧是武者一众, 但论枪法, 已经算得上极为不弱了, 以肠位不好, 如果没猜错, 今天还在拉肚子, 张玄眼神淡然地看过来, 啊, 墨小也一阵哆嗦, 老师, 你从我枪法中看出了我拉肚子, 和对方说的一样, 他肠胃的确不太好, 昨天开始就有些拉肚子了, 今天更为严重, 身体甚至有些脱力, 不过, 这对他没太大影响, 长枪在手, 他施展出了最完美的状态, 就连王超老师都赞不绝口, 没说什么, 眼前这位, 却一开口就说出了要害, 真的假的, 看枪法, 连失恋拉肚子都能看出来, 这是什么眼力, 你让我指点吗, 如果让我指点, 就拜师吧, 不理会二人震惊, 张玄神色淡然地看过来, 闭口说出二人的情况, 让二人震惊得快要发疯, 但在他看来, 好像什么都算不上一样,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二人一练武技, 听到图书馆就自动出现了二人的书籍, 所谓的失恋拉肚子, 都是他们现在的缺点, 都被记录在上面, 张玄只要看上一眼, 照本宣科的念出来即可, 当然没什么难度了, 图儿郑阳, 愿意拜老师为师, 郑阳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拜倒在地, 他现在完全被张玄折服, 有这种眼力的老师, 指点上又怎么可能简单, 嗯, 见还没指点, 只说出对方的一个缺点, 就立刻拜倒, 张玄满意地点点头, 取出一枚代表身份的玉牌扔了过去, 身份验证吧, 是, 郑阳没有任何迟疑, 立刻滴血认主, 很快, 手续办完, 既然你现在是我的学生, 我就给你个建议, 想要在感情中赢得尊重, 首先要有足够实力, 没实力, 对方怎么能瞧得起你, 所以, 你现在要做的, 不是沮丧, 不是伤心, 而是放开心境, 努力修炼, 让对方知道, 拒绝你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 你要用实力来证明, 说到这, 张玄突然想起前世一本十分装逼的书籍, 微微一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末期少年穷, 听到这话, 郑阳顿时觉得胸膛像是被燃烧起来, 整个人激动地脸色透红, 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 作为纯正的异界人, 他哪里听过这话, 瞬间, 全身的战役都像是被点燃, 之前因为失恋而沮丧的精神, 也变得如同钻石般耀眼, 再试试枪法吧, 见他抛开心结, 张玄一摆手, 好, 正阳也不废话, 长枪在手, 一瞬间, 气质变了, 和刚才截然不同, 轰轰轰轰, 枪尖横扫, 气息翻滚, 强大的力量透过枪身, 四处蔓延, 将整个房间都震得满是轰鸣, 砰, 枪法练完, 横枪而急, 枪尖笔直刺向石柱, 一声巨大的轰鸣, 上面一行刺激显露了出来, 235, 居然是235公斤, 刚才用尽全力也只有110, 被他一句话指点, 居然力量直接暴增一倍还多, 多谢老师, 看到这个数字, 正阳在无疑惑, 直接跪倒在地, 此刻的他, 对上方的这位老师, 已是心悦诚服, 再无任何疑虑, 厉害, 紧盯着不远处石柱上出现的数字, 一侧的墨小脸色也不由自主地泛红, 全身颤抖, 他是为了好兄弟能找到一个好老师而高兴, 同时也觉得有些失落, 之前王超也给他指点过, 只让其增幅了30%左右, 眼前这位老师却直接增幅百分之百还多, 早知道这位无名老师这么厉害, 就不花费这么多心思找什么王超, 直接过来拜他为师了, 想到这, 心中有些后悔, 不过, 同时也有些疑惑, 这么厉害的枪法老师, 怎么会没有名气, 忍不住抬起头来, 老师, 已经收了郑阳为学生, 还不知道老师的姓名是, 听到他的问话, 郑阳也情不自禁看过来, 他对这位老师已经彻底佩服, 可却连人家名字都还不知道呢, 我叫张璇, 张璇淡淡道, 张璇, 这个名字好耳熟啊, 听到名字, 莫小愣了一下, 紧接着想起了什么, 瞳孔一缩, 嘴唇不由自主地哆嗦, 我好像记得, 一个师资考核的零分的废物老师, 也叫张璇, 好像和老师你, 重名, 嗯, 我就是那个废物, 张璇点头, 啊, 郑阳, 莫小实话当场, 第九章打赌, 关于那个废物老师的传闻, 可是很多的, 没来学院, 他们就听得耳朵出讲子了, 说什么不学无术, 不仁子弟, 说什么不懂修炼, 不会武技, 总之, 各种毁谤, 只要是学员, 最好离得远远的, 千万别和这家伙沾惹上, 否则, 走火入魔是轻的, 弄不好还会死在他手里, 他们兄弟二人来学院拜师, 也听过类似的传闻, 一直小心翼翼, 做梦都没想到, 眼前这位超然物外, 牛气哄哄的高人, 就是传说中的废物, 老师, 你这么厉害, 为何, 正阳实在忍不住, 开口问道, 虽然接触不长, 但眼前这位老师深不可测, 一举一动都自带风度, 怎么可能是废物, 世人多有度嫌疾能, 这种是没什么, 张璇眼睛斜向上45度, 眼中带着一副淡淡的遗憾和忧伤, 似乎是对世人不理解的控诉, 脸上表情十足, 实际上心中却在不停谩骂, 要不是天道图书馆, 以前深纳得的信, 没得负分就不错了, 零分已经很高了好不好, 我愿意为老师证明, 看到老师忧伤, 天下无人知的表情, 正阳心中触动, 忍不住道, 好了, 老师的名声不要紧, 以后好好修炼, 老师就会满意, 拿着代表身份的权杖, 去领取被褥吧, 明天准时上课, 千万别迟到了, 张璇装完毕, 彻底俘获了以为学员的崇拜, 当即点点头, 是, 正阳一拉一侧的墨小, 二人走了出去, 四个学生了, 见二人离开, 张璇眼中闪过一道兴奋之意, 带蒙少女王颖, 打赌迎来的学员刘洋, 不可一世大小姐赵雅, 还有这位枪法奇才正阳, 本以为今天会和以前一样, 一个学生都招不到, 以失败告终, 没想到已然四个, 没有身份权杖了, 就算再有学员过来, 也无法收为弟子, 趁现在还有空, 再去要几枚过来, 感慨完收到四个学生, 张璇这才意识到, 身上已经没有身份权杖了, 这东西是学院统一发放, 自己因为名声太差, 当时掌管权杖的老师, 只给了四个, 还认为他不可能用完, 如果不去继续领取的话, 就算有新学生过来, 也无法败师, 这个权杖蕴含老师的讯息, 一旦滴血认主, 就代表认这位老师为师, 而想要退课, 老师只要在上面滴血, 就等于抹去了学生的讯息, 站起身走出课堂, 外面阳光明媚, 热浪透过树荫偷偷袭来, 让人感到头上微微冒汗, 学院的街道上, 新来的学员, 老生走在其中, 各个脸上带着兴奋, 新生入学, 进入新环境, 拜上老师, 都各个高兴, 至于老生, 想到又有新生可以给他们霍霍, 也都满脸堆笑, 沿街道走了一会, 一个宽阔的建筑就出现在眼前, 正中间的牌匾上三个大字, 后勤处, 代表教师身份的权杖, 正是从这里领取的, 腰, 我当是谁, 这不是我们的明星教师吗? 不在课堂上好好招收学生, 到我这里干什么? 哦, 让我猜猜, 不会是身份权杖一个都没用, 过来退还的吧。 刚走进去, 就听到一个凤刺的声音响起, 张璇抬头, 一个满脸堆肉的家伙映入眼帘, 这家伙至少也有三、四百斤, 远远看去横宽相差无几, 宛如一个巨大的肉球。 钱彪, 记忆中一个名字浮现, 这位钱彪, 是掌管后勤的一位老师, 为人一向刻薄, 喜欢吃拿卡扣, 自己身为等级最低的老师, 薪水一向很薄, 能够领取的物资也不多, 因此, 没怎么给他孝敬过。 就因为这件事得罪了这位, 只要一见面, 就各种讽刺挖苦, 好让他各种丢人。 只给他四个身份权杖, 说他用不完, 也是这位的杰作。 我身份权杖也用完了, 想要再领取几个。 懒得和对方一般见识, 张璇淡淡道, 用完了, 钱彪一愣突然放声大笑, 哈哈, 大家都过来看看, 咱们这位倒数第一的老师, 居然跑过来装逼说给他的身份权杖都用完了。 哈哈, 这是我听过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了, 我记得当初你给了他四枚身份权杖吧? 用完了, 就他, 开什么玩笑, 排名倒数第二的孙严老师, 据说现在也才收到一个学生, 这家伙师资考核得了史无前例的零分, 能收到学生。 装什么逼, 便出去算了, 反正今天一过, 他也要被开除。 透清楚的几位老师听到钱彪的吼声, 全都走了过来, 一个个看向张璇, 满脸的鄙视。 一个倒数第一, 师资考核为零的家伙, 装什么装? 学生听到你的名字, 逃都来不及, 还认你当老师, 开什么玩笑? 不, 说我装逼, 那好啊, 敢不敢打赌, 张璇也不生气, 淡淡一笑, 打赌, 好, 既然你想输, 我就成全你, 只是就怕你个穷鬼, 啥都拿不出来吧。 钱彪没想到这个让他一直瞧不起的家伙, 敢正面挑战他的权威, 要和他打赌, 冷冷一笑。 我穷不穷, 不用你管, 既然要和你打赌, 当然是赌能拿得出来的。 张璇眼皮一抬, 不, 拿得出来, 就你的身家, 能拿出来的也是破铜烂铁, 是一样的东西, 你以为爷爷我会和你赌? 我还丢不起这个人, 钱标满是轻蔑, 张璇是学院等级最低的老师, 又是倒数第一名, 学生收不到不说, 奖金之类的也完全没有, 要说学院最穷的老师, 绝对非他莫属。 平时生活都拮据, 更别说修炼资源了, 呵呵, 对于对方的辱骂, 张璇并不在意, 笑了一声, 继续道, 我要赌的不是宝贝, 也不是物品, 而是, 脸面。 如果你输了, 让我当面抽三个耳光。 如果我输了, 让你抽三个耳光, 敢不敢, 抽耳光, 没想到对方居然赌这个, 钱标忍不住一愣, 有些迟疑。 当面被抽耳光, 而且还是被全校倒数第一的老师抽, 真要输了, 他也不用活了, 丢人都能丢死。 怎么, 不敢, 张玄笑着看过来, 钱标, 你怕什么, 这家伙的水准你又不知不知道。 赤字考核得了零分, 也能收到学生, 这不是做梦的吧, 他就是吓唬你, 他要能收到, 老子还不收几百个。 这阶的学生眼睛在瞎, 也不可能瞎到这种程度吧。 其他几个后勤处老师, 全都冷笑, 他们没一个相信张玄能收到学生, 这和朱上述一样困难。 好, 我答应, 听到众人的话, 钱标一向也觉得很有道理, 忍不住点了点头。 你们叫得这么欢, 是不是也想和我打个赌? 赌约和他的一样, 见这家伙答应, 张玄看向后勤处的另外三位老师。 这三个, 刚才也嘲笑得够厉害, 既然和一个打赌, 也不介意多和几个打赌。 怎么, 觉得脸痒痒, 想让我们的多抽几下? 好啊, 老子奉陪, 一个老师豪气地道, 我也奉陪, 谁怕谁啊, 得了个零分还想在我们兄弟面前装逼, 找死。 三人同时笑着点头答应, 在他们看来, 与之打赌, 这个张玄必输无疑, 今天就等着抽耳光就行了。 第十章赖账, 好了, 你说你招收了四个学生, 你现在是把学生都找过来, 让我们确认呢, 还是伸着脸等我们抽。 见这个倒数第一居然嚣张地要和他们四人同时打赌, 前标冷冷一笑。 把学生找来, 张玄摇摇头, 各位都是后勤处的老师, 不会连最简答的事都不知道吧? 想证实我有没有招收到四个学生很简单, 只要有学员在我的权杖上滴血认主, 教导处就会自动形成身份资讯, 去教导处喳喳, 就可以一亲二处, 教导处不可能和我一起来哄骗你们吧? 可只要学生身份验证, 讯息会自动传送到教导处, 在那里会有详细记载, 任何人都坐不了价。 李源, 你过去看看, 我倒要看看, 这家伙过一会还怎么装逼? 听到他的话, 和自性的面容, 前标一愣, 随即转头吩咐一句。 李源正是刚才嘲笑张玄的其中一位老师, 听到吩咐, 转身走了出去。 教导处和后勤处都属于行政部门, 距离并不远, 李源走出去, 时间不长, 就一脸难看地走了回来。 怎么样, 见他这副模样, 前标心中咯噔, 冒出不祥的预感, 是有, 四个学员拜他为师, 这是他们的名单和详细资讯, 李源脸色铁青。 他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这四个学员眼睛瞎了吗? 红天学院这么多老师不挑, 偏偏挑一个师资考核的零分, 傻玩意都不会的家伙。 我看看, 约他找了一些瞎眼, 瘸腿随时都会被开除的家伙, 当自己学生。 前标一把拿过名单, 剩下两个老师也急忙围了过来, 不少老师为了增加自己的学生数量, 会弄一些差生底数, 这些人随时都会被开除, 就算留着, 也坚持不了几个月。 在前标看来, 张璇这种倒数第一的家伙, 就算能招收到学生, 也肯定是最差, 最烂, 没人要的学员。 周这种人, 只为了凑数, 非但没有任何骄傲, 还会更丢人。 王颖, 是个女生, 一听名字就不怎么样, 估计是入学考试最差的几个之一, 看到了名单上第一个名字, 前标冷恒出生, 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进入红天学院的, 想要进来, 首先要进行入学考核, 学院会根据他们的成绩进行排名, 达到资格, 才会被录取。 入学考核排名靠前的, 基本都是优秀老师争抢的对象, 个个都非常有名, 貌似没有这位叫做王颖的。 前老师, 你继续看, 前标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身边一个老师略为发颤的声音, 怎么了, 难道比我说的还差? 一声冷笑, 前标向下看去, 只看了一眼, 瞳孔不由自主地收缩, 只见王颖后面带着关于他的详细注释, 新生入学考核第六十七名, 长老学员王涛的妹妹, 天悬城寺大使家之一王家千金。 王家千金, 王涛的妹妹, 前标倒抽一口冷气, 天悬王国, 有四大家族, 王家正是其一, 这个家族的千金小姐拜这个师资考核, 和倒数第一的家伙为师。 真的假的, 这种人不是应该拜陆寻, 王超他们吗? 如果单说家族, 就让他畏惧, 让他更崩溃的是这个王颖的哥哥, 王涛。 前年的新生, 入学后每年年级综合评比, 都是前十的超强存在, 今年更是被学院的一位长老看重, 收为清传。 哥哥这种天赋, 妹妹怎么会差, 有势力, 有天赋, 还有个好哥哥, 居然认这家伙为师。 我眼睛不会瞎了, 看错了吧, 前标只觉得天雷阵阵, 整个人都快要晕过去。 你们再看下面的, 就在他浑身抽搐, 不敢相信的时候, 另外一个老师又颤唯唯地喊道, 能收到一个网影就算他走了大运了, 我不信他还能收到更厉害的, 一咬牙, 前标顺住名单看下去, 眼睛和一个名字一接触, 全身再次一颤, 眼前一黑。 赵雅, 连级考核第七名的赵雅, 白玉城城主的千金, 前标玉窟无泪, 刚说不幸他还能再招到更厉害的学员, 做梦都没想到, 还真有, 不仅如此, 还是无数老师为之疯狂的超级大神。 这个赵雅, 还没来他就听说过, 是白玉城城主的女儿, 人长得漂亮不说, 天赋也十分厉害。 这种人, 无数排名靠前的老师, 都会争抢, 怎么认了这个废物?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强行忍住, 再次向下看去, 刘阳正阳, 这两个虽然没太大名气, 但在新生入学考核的时候, 名次都不低, 居然也都在前一百名。 尤其是正阳, 据说还擅长长枪, 考核的时候, 没给他发挥余地, 这才名次靠后, 真要让他用上长枪, 弄不好连前二十名都能进去。 将四人的名单仔细看了好几遍, 钱彪和其他几位老师, 都觉得快要疯了。 这根本不科学, 也肯定是用了什么哄骗的手段, 他们虽然扮你为师, 却还不知道你是谁, 一旦知道了, 很快就会退课, 突然, 钱彪满脸猙獰吼道, 一个师资考核的零分的人, 有什么资格招收这么优秀的学生, 肯定是用了什么不为人知, 卑鄙无耻的手段, 这种手段一旦暴露, 这些学员, 必然会愤然离开。 也就是说, 他有四个学生是真的, 不过, 这些学生都跟不了多长时间, 早晚都会退课。 退不退课, 就不管你们的事了, 我们打赌的约定, 是我现在有没有学生, 现在你们确认了我有四个学生, 是不是该兑现赌约了? 懒得李慧胡思乱想, 面容猙獰的四个人, 张璇淡淡道, 钱彪, 李源四人全都如丧考笔, 他们打赌的内容, 的确是他现在有没有学生, 并未说以后如何。 这样算起来, 他们输了, 不过, 让他们认输, 被学院最差的老师抽耳光, 是绝不可能接受的。 赌约, 小子, 如果我们不对线呢, 迟疑了一下, 钱彪冷冷一笑, 肥胖的脸上满是猙獰, 不错, 我们就算不对线, 你能把我怎么样? 哈哈, 想走我们一顿吗? 关键, 你有这个实力吗? 学院最差的老师, 修为也最低下, 在我们面前装逼, 信不信, 我们现在四个人就把你打成猪头, 也没人敢过来找麻烦, 少装点逼, 或许还能在学院多待一些时间, 不然,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赶出去, 丢人现眼。 李源等人瞬间明白了钱彪的意思, 同时冷笑。 张璇不光师资考核差, 修为在所有老师中, 也不怎么样, 就算不垫底, 也差不多了。 正因为如此, 他没有太多眼光看出学生修炼之中出现的问题。 被抽耳光, 钱彪等人自然不愿意了, 反正对方实力低下, 他们打算直接赖掉。 哦, 这么说来, 你们是不打算对线了, 张璇也不生气, 而是笑盈盈地看过来。 不错,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还想抽老子的耳光,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抽死你。 见这家伙还如此不适去, 一副拽拽的样子, 李源立刻大怒, 一巴掌抽了过来。 手掌还没来到跟前, 呼啸的风声就压迫而至, 给人一种呼吸急促之感。 这个李源虽然只是后勤处的老师, 修为却的确不低, 已然达到五者四重后期境界。 五者九重, 一重聚习, 二重丹田, 三重真气, 四重皮骨, 五重鼎立, 六重闭血, 七重通玄, 八重宗师, 九重至尊。 一层一重天, 越向上修炼越难, 每一层又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巅峰四个级别。 张玄是整个学院最年轻的老师, 今年只有十九岁, 修为也只有五者三重真气境巅峰。 李源足足比他高了接近一个大级别, 一个大级别实力差距很大, 几乎是不可能逾越的。 他, 就在众人认为李源必然抽在张玄脸上, 把他打得头晕眼花之时, 突然一声脆响, 紧接着众人就看到李源脸色一红, 鲜血狂喷, 满口牙齿掉了一地。 这, 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呆傻原地, 一个个都快要疯了。 第十一章求饶, 五者四重皮骨镜, 肌肉骨骼, 连同皮肤都会得到修炼, 力量大增。 真气境与之相比, 差了不止一大截。 现在真气境的小子, 一招就抽得皮骨镜强折口吐鲜血, 强烈的震撼, 让人难以置信。 这家伙上次师资考核时, 比是不是倒数第一吗? 怎么, 现在这么猛了, 一定是巧合, 不用怕他。 前标一声抱吼, 其中一个老师也意识到了这点, 和身冲了过来。 他和李源一样, 也达到了皮骨镜后期, 身体移动, 肌肉如同钢筋, 皮肤宛如钢板, 给人一种无法破开防御之感。 给我躺下吧, 来到跟前, 这位老师双眉扬起, 一掌就拍了下去。 啪啪, 空气被压迫, 发出音爆脆响, 面对对方如此狠辣的绝招, 张玄面色不变, 食指中指合拢在一起, 斜着向上一点。 啪啪, 身体如同钢板的老师, 只觉得一下一疼, 眼前一黑, 直接横着摔倒在地。 什么, 两招, 两位舞者四重境界的老师被打翻重伤, 剩下的前标二人再啥也知道这位让他们瞧不起的老师, 不简单了。 一起上, 一声大喝, 前标举起拳头就要冲过来, 不过, 还没动手, 就看到张玄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眼前, 左手向他脸上一抓, 右手轻轻一戳, 扑通, 下腹一疼, 摔倒在地, 他刚躺到地上, 和他联手的最后一个老师, 也扬颠锋了一般在地上不停抽搐。 你, 你怎么能知道我们所有人的命门, 一口鲜血喷出, 前标满脸恐怖地看着眼前的家伙。 他终于明白为何对方实力明明远不如他们四人, 结果却截然相反了。 对方一出手就找到了他们修炼的命门, 怎么能挡得住? 修炼者, 几乎都有命门弱点, 一旦触碰到这点, 哪怕是个孩童, 都可能将其斩杀。 不过, 命门是人最重要的地方, 修炼者会严密保护, 再好的至亲, 都不可知, 这个张璇虽然实力不强, 却仿佛知道他们命门在哪一样, 一出手就打在要害之处。 如何抵挡, 听到对方惊讶无比的话, 张璇笑了起来, 也不解释。 当然是靠图书馆, 天道图书馆不光能看出功法上的缺陷, 还能看出修炼者自身的问题, 命门, 正是上面详细记录的。 知道了命门以及招数上的漏洞缺点, 就算张璇从地球穿越, 对异界的功法还没特别熟悉, 将四人制服也非常简单。 既然打赌, 就要想好支付赌约, 如果你们乖乖被抽耳光, 也就没这么麻烦了。 张璇倾笑, 张璇, 你不用得意, 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卑鄙方法, 知道了我们的命门, 将我们打伤。 但身为师资最浅的老师, 公然对其他老师动手, 单这一条, 我们就能告上学院, 废除你教师资格, 钱标吼道。 学院中教师等级分明, 等级差的老师, 敢对等级高的老师动手, 就是大逆不道。 张璇年轻, 师资考核又是零分, 属于资格最浅的一位了, 直接将比他资格深的四个人打伤, 一旦消息传到学院, 必然引起震动, 废除教师资格是轻的, 弄不好还会直接开除。 怎么, 武力打不过, 想用规矩来说是, 面对对方的威胁, 张璇似乎毫不在乎, 不错, 李源也想到这点, 眼中闪过兴奋残忍的光芒, 马上乖乖跪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好好揍一顿, 我们或许心情好了, 不将这件事禀告, 否则, 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开除了公职, 没了老师身份保护, 杀了你都没人敢说什么。 又一位老师吼道, 学运老师, 在天玄王国还是比较有身份的, 一旦失去, 地位将会一落千丈, 几人导致敢动手杀他。 既然你们想用规矩说是, 很简单, 我也用规矩说是。 张璇神色淡然, 几步来到钱彪面前, 钱彪老师, 你半年前偷偷私用成名长老的宝物去讨好小妾, 三个月前, 母用公款, 为后者买了住宅, 一个月前, 将柳权长老最信赖的瓷器打碎, 嫁祸给一个学员, 让他无故被开除, 这些事, 用不用我在学院领导面前, 一桩桩说出来。 你, 你, 瞳孔一缩, 钱彪肥胖的身体不停抽搐, 一道莫名的惊恐传递全身, 整个人像是见了鬼一样, 快要发疯。 这些事, 他做得天衣无缝, 无人知晓, 就连和他一起同事的李源等人都不知道, 这家伙, 怎么知道的。 而且说得如此详细, 李源老师, 你三年前为了自己, 诬陷导致自杀的那个女学生, 冤魂不知有没有过来找过你。 前些日子, 背后长得暗窗, 不会就是他来找你报复了吧。 不理会钱彪的惊恐, 张璇转头看向李源。 啊, 听到这话, 李源吓得连连后退, 面无人色。 三年前, 他遇到一件可以开除教师资格的事情, 情急之下嫁祸自己的一位学生, 后者承受不白之冤最后羞愤自杀, 做得隐秘, 除了他, 没有任何人知道, 因为良心谴责。 三年来, 他经常梦到对方的冤魂前来索命, 半个月前, 背后更是长了个巨大的暗窗, 壮如人的手掌, 让他差点没活活吓死。 此刻听到张璇江事情说得这么详细, 更是吓得全身颤抖。 扑通, 膝盖一软跪倒在地, 众人紧接着嗅到一股腥臭味, 堂堂舞者四众后期强者, 竟然直接吓得尿了出来。 杜淳老师, 你抢夺好兄弟的产业, 这件事当年虽然被压了下去不了了之, 你觉得如果现在放出去, 你这个老师还能不能做得下去? 白玲老师, 你行为举动上虽然没有太大缺陷, 但喜好古万, 平时没少收学员的礼物吧? 我如果没看错, 你手上带着的古玉板纸, 应该就是一位学生求你办事时留下的, 至于什么事, 哪个学生, 还用我仔细说说吗? 再次看向剩下两位老师, 张璇道, 你, 你是魔鬼, 你不是人, 剩下两位老师, 也全都吓得全身哆嗦, 再次看向对方, 满是惊恐, 他们做的事, 不说天衣无缝, 但绝对没外人知道, 这家伙怎么能了解得这么清楚, 简直就是鬼魅, 但凭修为将他们击败, 最多是羞辱, 不会觉得害怕, 说出这些, 真让他们惊恐了, 仿佛身上无数张衣服, 被瞬间撕得粉碎, 赤裸裸站在所有人面前, 可以想象, 一旦这些事情传出去, 他们老师做不成是小事, 弄不好会被直接送往教师法庭, 当场格杀, 我们错了, 张玄老师,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过我们吧, 浑身战斗, 众人情不自禁哀求出声, 你们以前做的事, 我懒得去管, 也不想去管, 以后少惹我就行, 还有, 如果以后给我知道还死性不改, 依旧在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我不介意让你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张玄摆了摆手, 其实这些人不惹他, 他都懒得理会, 天道图书馆能够勘察一切缺陷, 性格行为上的也算, 这些只是上面记录的一小部分而已, 不过, 他不是救世主, 对方以前做过什么事, 今后做过什么事, 只要不针对他, 都无所谓, 这些人千不该万不该, 去找他麻烦, 故意刁难, 你刁难我一下, 我弄死你, 让你这辈子都不敢去想第二次, 不敢, 我们再也不敢了, 张玄老师, 这是你要的身份预牌, 你要多少尽管来取救世, 听到他不把这些事说出去, 钱彪等人松了口气, 连连求饶, 打又打不过, 对方又掌控着他们的把柄, 不求饶也不行啊, 第十二章龙稀血脉, 半个时辰后, 张玄从后勤处走了出来, 眼中金光闪烁, 满是兴奋, 换做前身, 今天的亏肯定要吃, 可有了天道图书馆, 人生就截然不同了, 已经走上了另外一个方向, 或许, 穿越过来, 是对的, 我希望的正是这种绚烂的人生, 拳头捏紧, 张玄吐出一口气, 前世的他, 只是个图书馆里人, 过着两点一线的日子, 平凡普通, 平庸简单, 继续干下去, 也就只能拿着死工资, 碌碌无为下去, 到了这里不一样了, 有了天道图书馆这个穿越大礼包, 以后或许真能越走越远, 越走越强, 走出一个全新, 绚烂多姿的人生, 这一刻, 张玄终于和这个世界彻底融为一体, 在没了异国他乡的内心挣扎, 别拉我, 让我死, 我要死, 正在暗自高兴, 就听到不远处一声鬼哭狼嚎的叫喊, 声音宛如发疯的野牛, 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转头看去, 就见一个胖子, 嘶吼着要向学院里的人工呼冲, 打算跳呼自杀, 胖子身后, 并没有人阻拦, 他也没向前冲, 而是不停嘶吼, 突然, 一转身, 拉住身边各学员的手掌, 放在自己身上, 做出邋遢状, 再次吼了出来, 别拉我, 让我死, 我不活了, 所有人一阵无语, 太无耻了吧, 张玄摇头, 这胖子, 明明不想死, 还偏要做出别人不让他死的假象, 真够无耻的, 知道这家伙肯定死不了, 懒得继续关注, 向自己课堂的方向走去, 还没走远, 就听到嘶吼声越来越近, 地面地震般战斗, 紧接着一双粗大的手臂, 抱住了自己的大腿, 老师, 求求你收我为徒吧, 他们都嫌我太胖了, 不要我胖子哇哇大哭, 比松开, 张玄一阵无语, 这家伙也太奇葩了吧, 看到自己是老师, 就冲过来, 让自己收他为徒, 这种人, 还从未见过, 老师答应收我, 我才放开, 胖子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声音那叫一个七彩, 见者伤心, 闻着流泪, 我今天拜了十个老师了, 都没人要, 这位老师, 你看我这么可怜, 就收下我吧, 学生之间的考核, 也会影响老师的评定, 这么胖的家伙, 战斗灵灵都有很大问题, 一般有名的老师, 都不愿意收, 想让我收, 也至少要我看看你的本领吧, 抱着大腿算什么事, 张璇横道, 他拥有天道图书馆, 招收学生已经没太大问题, 如果太差, 也不可能收入门下, 老师你可一定要收我为弟子啊, 我还是挺有本事的, 胖子迟疑地抬头看了一眼, 缓缓松开手臂, 有没有本事, 看了才知道, 说这么多没用, 见他还有些恋恋不舍, 张璇嫌弃的一脚踹开, 什么事, 要是个女学员跑过来抱着大腿倒也罢了, 一个男的, 还是个大胖子, 想想都不寒而栗, 好, 看我的, 胖子丝毫没有被嫌弃的觉悟, 站起身来, 看了一圈, 从不远处抱来几块斑砖, 随手拿起一个, 对着自己的脑袋就砸了过去, 砰, 斑砖粉碎沉默, 紧接着又各自拿起几块砖在胳膊, 腿上分别砸了几下, 无一例外, 斑砖都碎裂开来, 这家伙看起来很胖, 居然一身横练功夫, 不理会他的横练, 张璇正在看着脑海中自动形成的书籍, 横练功夫也是武技的一种, 胖子一施展, 图书馆立刻形成了关于他的内容, 袁涛, 帝皇城散修, 舞者一充具习近出奇, 缺点, 十八处, 其一, 体内上骨龙溪血脉, 未启动, 其二, 基础太差, 修炼武技, 龙溪血脉, 看到上面的记载, 张璇愣住, 结合前身记忆, 他知道这个世界, 血脉, 先天肢体非常重要, 拥有这两样其中之一的任何一味, 只要运用的法, 以后修炼, 都会图分猛进, 越来越强, 先天肢体分为多种, 纯阴肢体, 纯阳肢体, 无垢肢体, 今生肢体, 血脉也分为多种, 骨脉, 心脉, 血脉传承变异, 每一样, 一旦被发现, 都会成为无数老师争抢的对象, 胖子的这个龙溪血脉, 正是骨脉的一种, 属于上古才有的血脉, 传说修炼道大成, 刀枪不入, 无物可破, 是防御之中, 最无敌的血脉之一, 这个看起来不起眼, 又胖又无耻的家伙, 居然身具骨脉, 骨脉没启动, 看样子就连这家伙本身都不知道, 张璇眼睛一亮, 血脉之中, 骨脉算是极其强大的, 这胖子拜访十几位老师, 都没人收, 并不是众人不是祸, 而是他体内血脉没启动, 和常人无异, 别说其他人看不出来, 就连他自己, 恐怕都不知道, 不过, 就算不知道, 也有了这方面的前职, 防御力比正常人要强大不少, 这才学会了这个挨打的武技, 这家伙一定要收到门下, 眼睛一亮, 拥有骨脉的学员, 整个学院, 不知多少年都见不到一粒, 这么好的苗子摆在跟前, 怎么可能放他离开, 不错, 我现在收你为学员, 拜师吧, 想到这, 张玄强压住心中的兴奋, 一脸淡然地扔出代表身份的玉牌, 老师, 你真的是我, 太好了, 胖子看起来也被打击得很了, 听到居然有老师收他, 兴奋地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划破手指, 将鲜血递了上去, 什么样的老师收什么样的学生, 还真有道理, 老师垃圾, 学生也垃圾, 就在此时, 一个冷恒响起, 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青年冷傲地走了过来, 青年身边, 是个千丽的身影, 乌黑的绣发披在肩上, 洁白的皮肤宛如宁之, 乌黑的双眸看过来, 给人一种惊艳之感, 上兵, 沈碧如, 看到二人脑中立刻浮现出两个名字, 初期沈碧如, 整个学院, 恐怕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倒不是他身份多特殊, 而是他是所有人公认的美女老师, 学院中的笑话语之一笔, 都黯然失色, 光是这样倒也罢了, 关键可教的也好, 来学院不足一年, 已经成为整个学院最有名的老师之一, 高贵典雅, 美丽有学问, 吸引了不少老师疯狂追求, 前身正是追求者之一, 只不过, 之前的张玄太过失败, 修为低下不说, 样样考核都是最差, 因为自卑, 虽然有这个心, 却也从未和心中的女神说过话, 更别说追求了, 这个青年叫上兵, 是学院上臣长老的孙子, 也是追求者之一, 依仗身份, 打压其他追求者, 不知从哪里听说张玄也喜欢沈碧如, 每次见面都冷嘲热讽, 甚至还曾动手, 不过, 沈碧如似乎对他并不上心, 一直都是冷冰冰, 鲜沉不染的样子, 让上兵又着急又无奈, 垃圾你说谁呢, 听到上兵毫无保留的讽刺, 张玄也不生气, 转头看过来, 垃圾说你, 上兵一脸冷笑, 哦, 果然是垃圾说我, 好臭, 好臭, 张玄摆了摆手, 做出恶心的表情, 咦, 上兵这才反应过来, 被学院这个倒数第一的家伙涮了, 气得脸色泛红, 第十三章无耻学生, 原本冷漠如冰的沈碧如听到对话, 也微微一笑, 这种正反绕口的骂人方法, 在地球算不上什么, 但在这里, 却兴起无比, 借女神这副表情, 上兵觉得自己在被嘲笑,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不过, 当着女神的面, 还要保持风度, 不敢对张玄直接出手, 怎么, 我说的有错吗, 强忍住怒意, 上兵冷笑, 你什么水准, 整个学院恐怕没人不知道, 这个胖子, 刚才来过我的课堂, 肥胖如猪不说, 就会个防御, 其他什么都不会, 权力只有可怜的15公斤, 入门考核, 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 不是垃圾是什么, 虽然不能出手教训张玄, 也要用言语打击一下对方, 入门考试倒数第一, 张玄只看到了龙溪血脉, 并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 转头看向胖子, 谁说是倒数第一, 胖子理直气壮地反驳了一句, 然后尴尬地挠头, 我只是, 考了第9997名而已, 9997名, 排而已, 张玄一阵眩晕, 差点没吐血, 红天学院每年招收一万名学员, 虽然有这么多名额, 但总有几个学生出现这样那样的原因, 蔚来报道, 9997名, 已经等于最后一名了好不好, 而且, 这么低的名次, 你有什么可理直气壮的, 张玄也是醉了, 你不会是招不到学生, 只要是学员都收吧, 上宾再次冷笑, 一甩衣袖, 满脸的高傲, 我招收学生有一个明确要求, 低于500名以下的, 绝不会收, 倒数第一的老师, 倒数第一的学生, 还真般配, 哈哈, 说完了, 对于他的嘲笑, 张玄瑶摇头, 说完了, 你可以走了, 刚才他用天道图书馆看了, 这个胖子是散修, 没有功法之类的修炼, 不会武技很正常, 只要想办法启动他的龙溪血脉, 修为肯定徒飞猛进, 以换作别人, 受到这种嘲笑, 肯定早就起的浑身战斗, 木火燃烧了, 眼前这家伙却毫不在乎, 上宾一拳打在棉花上, 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 真是朽目不可雕, 一声冷哼, 上宾看向身边的沈碧如, 碧如老师, 我们走, 和这种垃圾家伙待得久了, 早晚也会被传染, 听到上宾直接这样讽刺, 沈碧如秀眉猝了一下, 并未跟他离开, 惹是转头看过来, 张璇老师, 声音如同黄音, 心脆动人, 给人异样的感觉, 嗯, 没想到这位学院最美丽的老师, 会主动和他说话, 张璇唯唯一愣, 虽然你上次, 师资考核成绩不好, 但也不要自暴自弃, 好好努力, 还会不错的, 沈碧如点点头, 在他看来, 张璇收了最差的一名学生, 很显然是对自己不抱希望, 自暴自弃了, 面对这位曾经的追求者, 他就算无心, 也不愿意见他就此沉沦下去, 多谢提醒, 知道对方是真心为自己好, 张璇点头, 解释了一句, 这个学员, 虽然现在什么都不会, 但难保不是朴玉, 只要好好教授, 未免不能放光, 嗯, 沈碧如不再说话, 抬脚向前走去, 张璇的解释, 在他看来只是借口罢了, 这么胖, 现在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系统学过知识, 以后成就肯定有限了, 可恶, 见自己的女神, 居然和学院最差的一位老师说话, 还鼓励他, 上冰脸色猙獰的宛如扭曲, 心中怒火燃烧, 冷冷看了张璇一眼, 紧跟了上去, 毕柔, 以后少和这种人接触, 会影响你无暇气质的, 上老师, 我今天有些累了, 想要回去休息, 希望你不要跟着了, 上冰的话没说完, 沈碧如转身离开, 可恶, 可恶, 张璇, 你给我等着, 我绝对让你好看, 见女神越走越远, 直到消失, 上冰一枪怒火都转移到张璇身上, 在他看来, 要不是遇见这个让人晦气的家伙, 女神肯定跟他共敬晚餐了, 怎么可能转身就走, 既然拜我为师, 也要知道我的课堂在什么地方, 二人离开, 张璇不再理会, 招呼胖子一声, 好了, 胖子急忙站起身来, 笑眯眯地看过来, 老师, 我现在是你学生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学院哪位老师, 听到他的话, 张璇抚摸额头, 感情这家伙, 刚才看到老师就拜, 到现在连自己是谁都没弄清楚, 我叫张璇, 张璇道, 张璇老师, 那个, 师资考核倒数第一, 得零分的张老师, 胖子这才明白自己到底拜了谁为师, 一身肥肉不停战斗, 嘴角抽搐, 差点没哭出来, 就是我, 张璇点头, 啊, 那个, 那个张老师, 胖子挠挠头, 你看我实力差, 人也不机灵, 又有些胖, 要不你把我的课程退了吧, 张璇, 老师, 我说的是实话, 刚才那两个老师也说了, 不把我退掉, 会让你名声受损, 我怕连累你, 胖子继续, 我不怕连累, 还有, 既然在身份预牌上确认身份, 我就只告诉你一句话, 活是我的学生, 死是我的死学生, 别在这里废话了, 张璇大手一挥, 我, 胖子脸色扭曲, 整个人都快哭了, 他实力差, 所以想拜个好的老师, 以后前途无量, 做梦都没想到, 倒数第一配上了倒数第一,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好了, 这就是我的课堂, 现在去领被褥, 记得明天准时过来上课, 张璇横道, 这个课堂, 看到教室的规模, 胖子再次快要哭出来, 之前他参加考核的地方, 都比这大得多, 如此小的课堂, 恐怕也容纳不了几个学员吧, 老师, 如果明天我不来, 你会不会把我开除, 胖子内心还存在着幻想, 开除, 这倒不会, 我会把你扔到刚才你要跳的狐狸为王吧, 张璇认真的点点头, 我不是说过吗, 你活是我的学生, 死是我的死学生, 放心, 我会好好把你安葬, 做尽老师本分, 老师, 张璇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胖子打断, 只见他一脸严肃地看过来, 眼中带着不可动摇的坚韧, 明天什么时候上课, 我会提前过来把教室打扫一遍, 能找到这么好的老师, 是我的荣幸, 以后无论谁找, 我都会严厉拒绝, 并当面呵斥, 张璇, 本以为他就够无耻了, 没想到收了个学生, 还要无耻, 第十四章修改功法, 好不容易将墨迹的胖子撵走, 安排好一切, 张璇无奈地发现, 日头已经稀坠, 马上快要天黑了, 看来, 只有五个学员了, 摇摇头, 招收学生, 今天是最后一天, 到这个时间, 彻底结束, 本以为一个都招不上, 没想到竟然招到了五位, 对师资考核倒数第一他来说, 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将课堂的门关上, 张璇按照记忆的方向, 向回走去, 作为学院的老师, 他有自己的单身宿舍, 不过只是个小房间, 十几平米大小, 很快回到宿舍, 推门走了进去, 看了看房间里的情景, 忍不住叹息, 不得不说, 前身真的很惨, 房间小不说, 还略带潮湿, 被褥之类的早已开始发霉, 真不知道以前这家伙怎么睡得, 先不管了, 明天就要上课了, 今天必须先把修为搞清楚, 然后修炼试试, 反正现在也不饿, 张璇按照记忆中的方法, 盘膝坐在床上, 作为一个穿越中, 虽然脑中继承了前身的记忆, 对修炼不算陌生, 但想到能越来越强, 心中还是极为兴奋的, 现在学生招收完, 也该修炼巩固实力, 无论如何, 在这个世界,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天道图书馆虽然能够一眼看出别人的命门, 缺陷, 实力差不多, 可以轻易破去, 比自己强得太多, 就算有破绽, 速度也跟不上, 别说伤人了, 弄不好还会被人当成小白鼠切片研究, 所以, 天道图书馆虽然厉害, 并不是无敌的法宝, 想要变强, 不停修炼才是王道, 前身修炼的功法叫做红天九重诀, 是红天学院创始者创造的功法, 一共九重, 对应五者每一众境界, 回忆脑中记录的功法, 五者九重, 一层一众天, 越向上修炼越难, 红天九重诀, 是红天学院修炼最多的功法之一, 也有九重, 对应五者九重, 现在整个学院的老师, 我的实力最低, 学院当中, 几乎所有老师都达到五者四重了, 只有他是三重, 必须加快修炼了, 按照记忆中的吐纳方法, 精神高度集中, 顿时眼前像是多出了无数光亮的粒子, 缓缓呼吸吐纳吸收, 丹田内的蒸气, 也逐渐变得雄浑, 不知修炼了多久, 睁开眼睛, 张玄忍不住摇头, 这也太慢了吧, 他虽然继承了前身的记忆, 但意识还是地球人, 让他枯作修炼, 还是有些做不到, 尤其是看到凝聚真气的过程, 更是觉得无力, 凝聚真气, 就是把空中的灵气粒子, 一颗颗汇聚起来, 进行压缩, 堆积木一样, 汇聚成江河, 这个工程十分巨大, 有些修炼者, 每天坚持, 日更不错, 三年方能填满丹田, 冲击更高境界, 吃水壁石穿的功夫, 好几年一直如此枯燥的修炼, 还不如把他杀了, 嗯, 对了, 红天九重诀, 虽然是红天学院最流行的功法, 却不是最强大的功法, 完全可以让天道图书馆找出缺点, 在想办法改正, 一旦改正对了, 修炼会不会事半功倍, 老中冒出一个想法, 修炼功法, 有强弱之分, 强的修炼快, 弱的慢, 强的功法会不会缺点也少, 换做别人无法改进功法, 他不一样, 拥有天道图书馆在手, 完全可以让图书馆找缺点, 在想办法改正, 什么时候弄出一本连图书馆都找不出缺陷的功法, 修炼起来会不会事半功倍, 速度很快, 想到就做, 张璇站起身来, 随手将房间内自己休息的红天九重绝拿在掌心, 翻阅开来, 呼, 和预料的一样, 脑海中的图书馆一阵, 立刻出现了一本相同名字的书籍, 轻轻打开, 上面果然记录了红天九重绝的缺陷, 密密麻麻, 居然有上千处缺点, 我刚才修炼的是这个功法, 张璇一阵惊讶, 一个简单的第三重, 这么多漏洞, 太坑了吧, 这就和吃了满是虫子的蔬菜一样, 没修炼报废, 感觉已经很厉害了, 其他功法呢, 身为老师, 房间里还是有不少书籍的, 四尊宝典朱天经脉弓, 莲花冲血镜, 随手拿起一本, 一翻阅, 图书馆就会形成相对应的书籍, 上面记录了各种各样的缺点, 多的居然超过了三千, 比红天九重绝还要恐怖, 这, 找出正确的方法, 岂不活活累死, 看了一会, 张璇有些抓狂, 一本密集中, 上千处缺点, 正确的方向, 完全不知道, 这就好像上千处岔路, 每个岔路都有无数个分支, 就算有天道图书馆能确认是不是错误, 想要找到一条最正确的通道, 也要把自己活活累死啊, 现在我的修为是五者三重真气境巅峰, 差一点就能突破, 只要把密集中关于这点的缺陷找出来, 想办法改正就行了, 见红天九重绝第三重中有这么多缺陷, 想要一点点找出来, 短时间内肯定做不到, 只好将密集翻到最后一页, 整个五者第三重, 修炼起来很麻烦, 但最后的灵门一脚, 就简单了多了, 果然, 这一页只有实处缺陷, 感悟灵气之法错误, 灵气游离控制之法错误, 汇聚灵气游走扬为迈错误, 实处缺陷, 记录得十分详细, 天道图书馆只标注错误, 并没写出解决方法, 想要找到正确的道路, 也没想象的那么容易, 对了, 刚才那几本书中也有五者三重突破的方法, 似乎错误的地方不一样, 灵光一闪, 想起刚才看到的几本密集, 随即也翻到真气境突破, 果然和记忆中的一样, 虽然都有错误, 错的地点不同, 没标注错的, 就是对的, 张旋眼睛一亮, 找了纸笔, 结合几本密集, 将正确的线抄录了下来, 不依会, 一条新的修炼方法出现在眼前, 看看这个有没有错误, 轻轻一笑, 拿起刚书写的内容, 天道图书馆再次一阵, 出现了同样的书籍, 这次, 只有一处缺点, 又研究了半天, 把这个缺点改正, 用天道图书馆再次观察, 果然缺点被捕全, 完美无瑕, 这就是最正确突破五者三重的方法, 是是, 看到自己手写的内容, 张旋兴奋的连连点头, 连忙做好, 开始修炼, 全身放松, 毛孔打开, 让自己仿佛沉浸在满是灵气的浴缸之中, 每个毛孔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自由呼吸, 滋滋滋滋滋滋, 按照这个方法修炼, 刚开始还不适应, 时间不长, 立刻感到周围的灵气灌顶一般降落下来, 每一个毛孔吞噬呼纳的灵气虽然不弱, 但全身毛孔同时进行, 速度就快得可怕了, 诸多灵气像是百流慧川, 在体内形成了一条巨大的洪流, 直接涌向丹田, 通龙, 气海乍响, 原本就差一步就可以突破的瓶颈瞬间炸开, 从丹田溢出真气, 流淌全身, 滋润肌肉骨骼, 让人一阵舒爽, 舞者四重, 皮股静, 这, 太快了, 张璇眼睛瞪圆, 按照红天九重绝上的记载, 他现在的境界, 就算想突破, 没有三五个月, 甚至好机缘都不可能成功, 改正了功法, 让其没有缺点, 这才多长时间, 十分钟, 五分钟, 恐怕三分钟都没有, 就突破成功了, 这, 而且, 虽然只改正了舞者三重巅峰境界的突破方法, 但刚刚汇聚的真气, 精纯无比, 与之前自己修炼的, 强大太多了, 如果说之前修炼的真气是浑浊的泥浆, 而这股就是清澈的泉水, 给人毫无杂质, 明亮如镜之感, 真气也分有等级, 上中, 下个三等, 品质越高, 越清澈, 以后走的路也就越远, 他之前的真气浑浊, 应该属于下三等中最差的一种, 现在凝聚的这些, 清澈见底, 恐怕至少是上三等的真气, 不是说, 想要修炼上三等真气, 需要什么神, 圣级别功法吗? 修炼的功法, 按照分类, 可以分为神, 圣, 灵, 鬼, 凡五个, 每个级别中又有下中, 上巅峰四个小级别, 根据修炼者的说法, 想要修炼出上三等的真气, 至少需要圣级以上的功法才能做到, 红天九重绝只是最低级的繁级上品功法, 怎么可能修炼出这种品质真气? 是天道图书馆, 张璇拳头捏紧, 他虽然以红天九重绝为范本修炼, 实际上却将其中技术的错误之处全部避开了, 按照最正确的道路前进, 因此, 才能汇聚出上三品的真气, 看来, 天道图书馆技术的, 都是正确的, 红天九重绝, 果然距离完美, 差得太多, 有天道图书馆帮忙, 是不是我自己也能写出一本圣级, 乃至神级的修炼功法? 张璇双眼放光, 第十五章天道神功, 神圣级别的修炼功法, 别说红天学院, 就算一些绝世大宗门, 都未必能有, 而且就算有, 也隐藏得很深, 普通人是永远没办法接触的, 他要是能创出这种功法, 以后修炼必然事半功倍, 越来越快, 刚好也没有第四众的修炼方法, 去教师藏书个看看, 学院修炼红天九重绝, 每修炼一层才有资格领取下一层的秘籍, 他这里只有第三众的修炼方法, 第四众还从未见过, 走出住处, 此刻天刚黑不久, 路上还有不少行人, 明亮的月光下, 地面朦胧, 宛如撒了一层白银, 不少偷长静果的情侣, 依偎在树下, 悄悄说着情话, 一片田径, 张玄梅功夫看这些, 脚下加快, 时间不长, 一个巨大的高楼出现在眼前, 藏书阁分为教师, 学生两大部分, 收藏了学院各种秘籍, 功法, 是整个学院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末老, 走到门前, 对着坐在大门不远的一个老者躬身, 末老, 藏书的守护者之一, 实力不知道达到什么境界了, 据说在学院都能排得上号, 只是已经多年没出过手, 没人知道确切实力, 你来了, 突破到五者四中了, 末老看过来, 落着稀疏的胡须, 侥幸而已, 张玄也不隐瞒, 不错, 不错, 好好修炼, 学院还是需要你们这些年轻血液的注入, 末老满意的点头, 第四中的秘籍就在功法的第四排书架, 自己去吧, 是, 张玄也不多说, 抬脚走进房间, 他一离开, 末老忍不住摇了摇头, 不有感慨, 孩子是好孩子, 就是天赋差了点, 修炼也有些太慢了, 别人一个五者三重, 两年时间就能突破, 这个张玄足足三年多了, 才成功破镜, 天赋的确不怎么样, 达到五者四中, 好好修炼的话, 当个普通老师还是可以的, 就希望下次师资考核不要太差了, 敌估一声, 末老不再多说, 将眼睛再次闭上, 张玄只是诸多年轻老师中, 比较有礼貌的一个, 算不上喜欢, 也算不上不喜欢, 只是觉得天赋不好有些惋惜罢了, 不知道末老的敌估, 张玄走进藏书阁, 红天学院的藏书阁虽然也有一定规模, 比起他前世工作的地方丝毫不差, 但和脑海中的天道图书馆比, 就差得太多了, 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快步走到功法区, 找到第四排, 这里果然有红天九重绝第四中的修炼方法, 伸手抽了出来, 随手翻阅, 呼, 脑海中出现了一本相同的密记, 打开一看, 和第三中差不多, 足有上千处缺点, 这里刚好还有其他密记, 一块看看, 有了之前突破的经验, 张玄也不看缺点是什么, 而是看向眼前的书架, 第四排书架, 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功法, 都是第四中的修炼方法, 还有不少前人留下的笔记注解, 密密麻麻组有数千本之多, 换做别人, 只看一眼肯定就花眼了, 毕竟这么多书, 不少注解功法理论甚至都截然相反, 不知道正确与否, 贸然修炼, 弄不好就会走火入魔, 张玄不一样, 拥有天道图书馆, 就等于能够自动辨别正确与否, 当即也不犹豫, 随手拿起一本, 轻轻翻阅, 呼, 老海中出现一本相同的书籍, 张玄没有停顿继续拿起下一本, 他现在不是观看, 也不是挑选, 而是让天道图书馆拥有更多的书籍, 这样才能更好地选出正确的修炼方法, 哗啦啦, 房间内响起了不停翻阅书籍的声音, 心性不坚, 浮躁浮夸, 听到声音, 莫老眉头一皱, 既然已经修炼红天九重绝了, 就不要再想其他的, 抓紧时间将第四重法绝抄完, 回去研究修炼即可, 虽说他删之时, 可以公寓, 但修为见识没道, 看得越多越杂, 心神越容易浮躁, 到最后, 一事无成倒是小事, 弄不好还会走火入魔, 彻底报废, 三十年前, 就曾出现过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天才老师, 精彩绝艳, 自认为超出别人太多, 非要博览重家, 创出适合自己的绝招, 结果看过的功法太多, 不确定选择哪一个, 导致走火入魔, 整个人也疯了, 贪多嚼不烂, 这是治理, 也是事实, 修炼三年多才将真气净突破, 天赋可想而知, 如此天赋, 乖乖修炼红天九重绝第四重就行了, 还去翻阅其他书籍, 这不是找刺激吗? 一看就是个浮夸的家伙, 本来对张璇还有一丝好印象, 现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装模作样, 哗众取宠, 冷横身后, 这才发现张璇只是随手翻阅, 并未仔细看, 莫老眉头皱得更紧, 甚至觉得厌恶起来, 如果仔细看, 虽然有些浮夸, 毕竟还是学习了知识, 这家伙随意翻书, 这种翻阅的速度, 就连他都看不到内容, 一个刚达到五者四众的小子, 又能看出什么? 简直就是装模作样, 哗众取宠麻, 学院真是适风日下, 一谢不如一谢了, 哼了一句, 闭上眼睛不再理会这个浮夸的家伙, 好了, 翻阅很快, 通常一本书籍, 一两个呼吸就能翻完, 一个多时辰, 第四排的所有功法秘籍就被全部翻了一遍, 天道图书馆也多出数千本一模一样的书籍, 回去总结, 知道目的达到, 轻轻一笑, 张璇也不停留, 向外走去, 礼部抄路, 见他空手向外走去, 莫老再也忍不住, 就算再浮夸, 也总要将秘籍抄路一份, 回去好好研究吧, 空手而来, 空手而走, 你过来闹着玩吗? 不了, 我其实就随便看看, 不知道对方心中所想, 张璇笑了笑, 转身告辞, 随便看看, 轻浮, 看来学院也该好好整顿一下了, 这么轻浮的人, 怎么能当老师, 不老甩手, 功法秘籍是修炼者的根本, 任何修炼者都应该抱着尊重之心, 这家伙居然只来看看, 随手翻翻就回去了, 简直太不像话了, 看来必须找院长谈一谈, 好好整治一下教师之中的不良风气了, 回到住处, 张璇找出纸笔, 翻开红天九重绝第四中逆级, 将其中正确地抄录了下来, 然后又翻出下一本, 将其中正确地也写出来, 连续翻了好几本, 张璇柔柔眉心, 数千本书, 这样翻阅, 其实也很麻烦, 没想象的那么容易, 正在想如何才能加快速度, 突然是还再次震动, 天道图书馆中刚刚诞生的数千本书籍, 像是揉碎了一般, 缓缓融合, 嗡, 清明一声, 数千本书籍彻底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本书, 书上没有名字, 随手翻开, 这是将数千本密集中, 所有正确的地方收录在一起了, 看了一眼, 张璇兴奋地脸色泛红, 刚才还想招数千本书, 让他一个人找出其中正确的, 麻烦无比, 是个艰巨而费心费力的事情, 做梦都没想到, 图书馆自动组合了, 这本书, 居然没有一处错误, 自动组合的无名书籍, 全部由正确方法组成, 没有一处错误, 其中的内容, 自然早已不是红天九重绝, 也不是任何一种密集, 其中记载的修炼方法, 可以书从未见过, 既然是天道图书馆自动挑选正确方法, 形成的密集, 就叫天道神功吧, 精神一动, 给这本无名书籍定下了名字, 翁, 似乎感应到了他的想法, 本来空白没有字节的封面上, 一声轻轻震动, 出现了四个大字, 天道神功, 第十六章洗经法随, 赤士, 有了没缺点的功法, 张璇不再犹豫, 按照天道功法中记载的方法, 开始修炼, 全身毛孔大开, 吸收灵气进入身体, 舞者前四重, 一重聚习, 二重丹田, 三重真气, 四重皮骨, 聚习镜, 汇聚内习, 感悟灵气, 让人能够内视, 精神准确控制体内灵气的游动, 走向, 丹田镜, 开辟丹田, 让其能容纳灵气, 改造身躯, 普通人正由此蜕变成舞者, 真气静, 将灵气汇聚起来, 在丹田内形成真气, 皮骨静, 真气灌满丹田, 会自动流淌出来, 滋养全身, 整个人的身体素质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心肺能力增强, 变成真正强者, 舞者前三重是基础, 第四重才开始真正回馈全身, 让人脱离病痛, 越来越强, 同天九重绝修炼方法是利用丹田溢出的真气, 温养全身, 让人骨骼肌肉, 筋膜皮肤, 都得到极大改善, 从而达到淬炼皮骨的效果, 天道神功不同, 借助天地灵气滋养肉身, 同时体内真气也回馈躯体, 两者双管齐下, 同时进行, 咕咕咕咕咕, 灵气形成的气流沿着经脉流水一般躺遍全身, 真气像是修桥补路的一样, 将灵气走过还没修气的地方, 进行填补, 咯咯咯, 时间不长, 灵气真气双重灌输下, 他的骨骼肌肉全得到了巨大淬炼, 好像被金火灼烧过一般, 晶莹剔透, 散发出温润的光芒, 通龙, 真气游走了不知多少圈, 全身一阵, 张璇就觉得像是打破了某个瓶颈, 一阵轻松, 之前的身体, 像是被捆绑着某个枷锁, 而现在, 全身轻松, 一举一动都自由如意, 好像破茧重生一般, 语化成蝶, 五者四重疲骨镜, 修炼完了, 睁开眼睛, 张璇直到现在都有些不敢相信, 五者四重疲骨镜, 突破的标志就是打破肉身枷锁, 进入新天地, 自己这才修炼了多久,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好臭, 心中奇怪, 看向身体, 这才发现, 体表出现了密密麻麻一层污垢, 皮骨镜, 就是通过真气滋养, 把体内杂质排出, 洗经法随, 脱胎换骨, 人从出生成长, 为了生存会吃进去各种各样的食物, 杂质也会越堆积越多, 皮骨镜通过真气滋养, 把杂质排出去, 才能让人打破肉身枷锁, 重新回归自然, 早就听说过皮骨镜, 可, 从未见过谁能弄出这么多杂质的, 看到腥臭身体, 张璇再也忍不住, 弄来木桶, 一边洗浴一边暗暗嘀咕, 五者四重皮骨镜, 洗经法随, 能让肉身增强一丝就不错了, 从未听说过, 能把杂质排出这么多, 让人全身腥臭的, 很快, 清洗完毕, 张璇这才发现, 全身肌肉晶莹如玉, 光滑如镜, 之前修炼留下的伤疤之类全都消失干净, 此刻的他如同刚出生的婴儿, 甚至比婴儿还要光滑, 我的真气, 震惊肉身的变化, 无意中看向丹田, 不由全身一震, 丹田内之前浑浊的真气, 此刻全都变得清澈如水, 散发出精纯的气息, 不用看, 也知道, 这绝对属于上三品真气, 不但身体改善, 就连真气品质也增强了, 这天道神功也太厉害了, 张璇震撼, 别人突破皮股镜, 需要不停滋养, 没有几年功夫, 难以精进, 他只用了不到两个时辰, 就直接突破, 不仅如此, 连真气品质都增强了, 天道图书馆到底形成了一本什么样的秘籍, 这也太逆天了吧, 赤士力量, 突破皮股镜, 就会达到五者五重鼎立镜, 这个境界一旦踏入, 修炼者就会拥有一顶之力, 几步来到距离宿舍数十米外的侧历石柱跟前, 这种侧历石柱, 学院几乎到处都是, 可以满足学员随时随地测试修为, 五者五重鼎立镜, 一旦踏入, 立刻拥有一顶之力, 也就是一千公斤左右, 这种气力, 已经超出普通人, 和牛马比肩了, 张璇修炼天道神功记载的内容, 脱胎换骨, 成功突破了脾骨镜, 刚好可以试一下, 到底拥有多少力量, 是不是和传说中的一样, 已经具有一顶之力了, 凌神静气, 脚掌抓地, 膝盖猛低一弹, 脊背连同身躯, 立刻形成了一张大弓, 手臂则和射出的箭矢一般, 陡然蹦出, 蹦, 拳头急在石柱上, 一道光阴流转, 五顶, 上面显示了数位, 这, 这, 怎么可能, 张璇瞳孔收缩, 满脸呆傻, 真的假的, 通常鼎立竞出奇, 拥有一顶之力, 中奇, 拥有二顶之力, 后奇, 三顶之力, 巅峰四顶之力, 他刚突破脾骨镜, 达到鼎立竞, 居然就拥有五顶之力,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太夸张了吧, 肯定是天道神功, 淬炼肉身, 还有上三品珍弃的缘故, 过了片刻, 这才恢复过来, 张璇心中暗暗推测, 他是不是天才, 他自己很清楚, 唯一的解释就是刚刚修炼的那本天道神功, 这套功法, 不光淬炼了肉身, 让其脱胎换骨, 净化了珍弃, 让其达到上三品的标准, 更让他力量大增, 才刚刚进入五折五重鼎立竞, 就拥有了超越鼎立竞巅峰强者的力量, 可怕, 五折五重, 在学院只有一些高级教师才能达到, 五折五重鼎立竞, 在学院只有一些高级教师才有这种实力, 和他相仿的曹雄等人, 根本达不到, 达到这种实力, 也该去找第五重的修炼功法了, 实力进步很快, 同时问题也出来了, 之前在教师藏书阁翻阅的这么多第四重修炼功法, 已经没法用了, 想要继续修炼, 只能再去寻找五重的修炼方法, 现在天还不算太晚, 教师藏书阁应该还没关门, 挠挠头, 张璇再次向藏书阁的方向走去, 为了防止不少人修炼上贪功冒进, 学院这才定下规矩, 只有修炼到对应的级别, 才能去观看对应的功法, 不一会, 再次来到藏书阁, 怎么又来了, 看到是他, 守门的莫老眉头一皱, 这个浮夸的家伙, 刚离开不久, 这又回来干什么, 回禀莫老, 我想看看第五重的修炼功法, 张璇尴尬, 他总不能说自己刚回去时间不长, 就直接突破了吧, 真要这样说, 恐怕对方不打死自己, 也会拉过去当小白鼠研究, 皮股静, 鼎立静, 真气都不会有太大变化, 所以只要不懂真气, 再强的人, 也看不出来的, 莫老虽然强大, 根本想不到, 这个少年才回去这么点时间, 已然突破一个级别, 第五重功法, 乱搞什么, 莫老脸色一沉, 被这家伙的最后一丝欣赏, 也荡然无存, 第四重都没抄路, 也没修炼, 这又过来, 看第五重, 开什么玩笑, 莫老, 是这样的, 是今天我收学生, 一位学生家长问了我修炼五重的问题, 我无法回答, 让他有些瞧不起, 所以, 我想先看看, 找出答案, 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 就能应备入流了, 张玄早就想好了借口, 道, 有些家长的确刁钻, 听到这个解释, 莫老点点头, 一脸严肃, 你可以看看, 但千万不要修炼, 第四重都没修炼好, 就想修炼第五重, 一旦走火入魔, 神仙都救不了, 是, 这点我知道, 张玄忙道, 好了, 进去吧, 莫老摆摆手, 继续闭上眼睛, 第五重的功法功法类的最后一排, 是, 张玄急忙走了进去, 屈卫, 吃荣, 见他走进去, 莫老再次给他加了一个四个字的评价, 第十七章有人刺杀, 家长询问又怎么了, 你只是个最低级的老师, 不会回答很正常啊, 为了装模作样, 专门跑过来看第五重功法, 不是虚伪, 虚荣是什么, 明天我就去找院长, 这种浮躁的家伙必须开除, 心中冷哼, 莫老决定了, 这么虚荣, 不好好修炼的家伙, 留在学院也只会带坏风气, 张玄不知道就这两次见面, 已经让他进入必须开除的名单了, 就算知道, 也肯定会哭笑不得, 他那些只是借口罢了, 实际上是修为达到这种水准了, 总不能修为达到了, 没功法修炼吧, 很快, 找到功法的最后一排, 教师之中, 最有名, 实力最高的也就五者五重, 一旦达到第六重必血净, 就会自动成为学院长老, 这里只是教师藏书格, 并没有第六重功法的记载, 因此, 第五重的功法, 被放在了最后一排, 第五重的书籍, 明显比第四重要少了一圈, 同样是功法秘籍, 第四重密密麻麻足有两三千本, 而第五重, 最多只有一千来本, 少了接近二分之一, 其实想想也很正常, 任何事情几乎都是递增关系, 越到高处, 也就越稀少, 学院传承的年数虽然不短, 但能达到五折五重的, 肯定比达到第四重的要少得多, 留下的功法笔记, 自然也就少了, 摇摇头, 不去想这些事情, 张玄随手抽出一本, 开始翻阅, 大半个时辰后, 最后一排书架上的上千本功法秘籍, 已经全部翻完, 天道图书馆也各自形成了对应的书籍, 得到了想要的, 张玄唯唯一笑, 和莫老告辞, 向住处走去, 见他又是乱翻, 乱看, 甚至连停都不停, 莫老难免心中再次骂了一顿, 重新回到住处, 张玄顾忌重失, 意念中寻找上千本书籍中所有正确的语句, 断落了, 果然, 时间不长, 图书馆再次生成了一本书本, 这次不再是没有名字, 而是直接写上了天道神功四个大字, 继续修炼, 五折五重鼎立镜, 其实是皮股镜的延续, 目的很简单, 是让修炼者把真气锤炼得更加纯熟, 鼎立镜每个级别力量不同, 实际上就是真气和肌肉的配合程度, 配合得越好, 力量发挥越大, 看到天道神功上面关于鼎立镜的描述, 张玄顶住精神, 仔细控制丹田内清澈如水的真气, 缓慢在体内游走, 让其完美融入身体的节奏, 天道神功, 不愧是搜集上千本密集融合而成的功法, 修炼起来速度极快, 按照上面的方法, 真气和肌肉运转, 迅速融合, 身体力量和真气的配合度也比值上升, 鼎立镜初期, 鼎立镜中期, 鼎立镜后期, 鼎立镜巅峰, 通隆隆, 两个时辰后, 身体再次一震, 张玄再次睁开眼睛, 满是不可思议, 这五者五重巅峰了, 本以为五者第五重需要很长时间的修炼, 做梦都没想到, 使用天道神功的方法, 同样两个时辰就达到巅峰, 修炼对前身来说, 难如登天, 可对于修炼了天道神功的张玄来说, 简直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只花费了半夜的功夫, 就从五者三重真气镜, 修炼到了第五重巅峰, 这也太夸张了吧, 而且, 如果不是不知道第六重的修炼方法, 不知道应该开辟哪个穴道, 恐怕现在都已经突破成功, 变成五者六重闭血镜强者了, 五者六重闭血镜, 开辟全身穴道, 每开辟一处, 真气就浑厚一分, 实力也增强一分, 传说, 人体一共108处穴道, 能够开启的, 不过72枚, 而且这些穴道如何开辟是有顺序的, 每个人体质不同, 需要不同顺序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找不到方法, 中其一生, 恐怕也只能开辟三, 四十个穴道, 就在无法进步, 这就好像清理核道淤泥, 从上游向下慢慢清理, 能彻底清理干净, 而中间像两头清理, 非但弄不干净, 弄不好还会让河流堵塞, 再无法继续, 开辟穴道正是这个道理, 找不到最好的顺序, 其他穴道一旦被堵塞, 中其一生, 也不可能再开辟了, 所以, 没有功法, 张璇不敢贸然修炼, 不过, 也不着急, 一晚上连续突破两个大级别, 已经很惊世骇俗了, 对于他来说, 已然非常满意, 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不要展露修为, 身为穿越众, 前世看过的书籍, 电视不少, 知道怀必其罪的道理, 他本是学院最差的老师, 一夜之间拥有了五折五重巅峰实力, 一旦给别人发现, 还不都找过来, 所以, 自己达到鼎立竞巅峰的事, 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 越保密越好, 赤士这次有多少力量了, 做出决定, 张璇再次来到测力石碑前, 别人鼎立竞出其只有一顶之力, 而他拥有了五顶, 现在看看, 达到巅峰了, 该有多强的力量, 砰, 测力石碑光芒闪烁, 浮现出一行字机, 八顶, 八顶之力, 和开辟四处穴道的碧穴镜强者也相差无几了, 张璇眼睛一亮, 普通鼎立竞巅峰是四顶之力, 达到碧穴镜后, 每开辟一处穴道, 增加一顶之力, 他才鼎立竞巅峰就拥有八顶之力, 已然和开辟四处穴道的强者相同了, 不愧是天道神功, 厉害, 一生感慨, 张璇满时高兴, 连续修炼了这么长时间, 正打算找点吃的, 然后睡觉, 突然耳朵一动, 这时候有人来这里干什么, 眉毛一皱, 修为增加, 耳力, 视力都有了极大提升, 他清晰听到有人藏在不远处, 虎视眈眈, 正经盯着自己居住的宿舍, 看他注视的范围, 是我的房间, 应该并没发现我在这里, 此刻的张璇, 并未在自己的房间, 而是站在离院子还有一定距离的测力石碑后面, 测完力量后, 一直压低了呼吸, 对方并未发现, 看看是谁要找我麻烦, 没想到才修炼完就有人要对付自己, 张璇心中疑惑大增, 搜索前身的记忆, 虽然很不争气, 但半夜前过来想要对付他的事情, 并未发生过啊, 不管是谁, 不能让他认出我来, 正想过去会会对方, 突然心中一动, 整个学院人人都知道他是独舞者三重真气劲的废物, 如果这时候冒出去, 变成五重巅峰, 岂不把人活活吓死, 而且一旦消息传出去, 肯定想要研究自己的人, 不在少数, 所以, 不管对方是谁, 都不能让其认出自己, 想到这, 想起前世看过的各种影片, 随手从一脚撕下一块布料, 蒙在了脸上, 呼, 做完准备, 张璇脚掌轻轻一点, 趁着夜色, 缓慢对方走了过去, 虽然修为刚刚晋级, 并未学过什么轻声舞技, 但他修炼了天道神功, 对身体的掌控极强, 对周围的环境也十分熟悉, 一直来到对方身后不到十米的地方, 后者居然都没发现, 距离这么近, 他也看清了, 对方穿了一身夜行衣, 脸上也蒙住了, 根本认不出到底是谁, 小子, 要怪就怪你色胆包天, 敢对我们小姐动手动脚, 躲在一棵大树后, 看着前方隐藏的人影, 耳中隐隐传来对方的嘀咕声, 这个声音好熟悉, 眉毛一皱, 这个声音, 张璇可以肯定之前听过, 不过在什么地方, 有些记不起来了, 呼, 正想回忆一下, 是前身的记忆, 还是自己穿越后的记忆, 就见人影身体一晃, 对自己的宿舍就缓缓走了过去, 同时手腕移动, 一道寒芒出现, 掌心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只锋利的匕首, 第十八章被坑了, 想杀我, 见对方拿出匕首, 张璇眉毛一跳, 幸亏一直修炼还没睡觉, 不然, 对方这样悄无声息地过来, 还不争给杀了, 先搞清楚这家伙是什么人, 张璇知道, 这种暗夜来偷袭的, 肯定不是一个人, 背后弄不好还有组织, 不搞清楚是谁要杀自己, 就算杀了这个, 以后还有后来者, 不找到那个组织, 也想睡安稳绝了, 什么人, 正在思索, 用什么方法从对方口中问出他背后的组织, 就听到一个压低的声音, 前方拿匕首的黑衣人不知何时站在不远处, 张璇眉跟踪过别人, 见到对方拿出匕首, 紧张了一下, 气息泄露, 顿时被对方发现了, 我, 这么快就被发现, 张璇眉毛一扬, 就想冲过去与之战斗, 突然心中一动, 一个绝妙的注意冒了出来, 我是来杀张璇这个废物老师的, 你是什么人, 压低了嗓音, 让别人听不出来, 张璇横道, 既然对方是来杀自己的, 说自己与之同一个目的, 肯定能将其迷惑, 你来杀他, 黑衣人一愣, 不过看到张璇也蒙着脸, 鬼鬼祟祟的模样, 不由相信了几分, 不错, 学院最差的老师, 留着只会祸害学生, 张璇说起自己, 丝毫都不觉得脸红, 哦,那你动手吧, 我在这里给你把风, 黑衣人道, 呃, 张璇一脸古怪, 连连推辞, 还是你动手吧, 反正我们都有共同目的, 谁下手都一样, 还是你动手, 我并不想杀他, 只想教训一顿, 不过, 如果能杀了, 当然最好, 黑衣人催促, 教训一顿, 张璇摸不清头脑, 教训一顿, 拿匕首干什么, 忍不住道, 怎么教训, 哼, 这家伙敢对我们小姐做出无理的事, 我打算把他那玩意割下来, 让他变成太监, 黑衣人一脸恨恨, 听到对方充满怨毒的话, 张璇只觉得胯下一梁, 整个人打了个机灵, 八蛋, 如果今天睡过去, 恐怕再睁眼就可以去伺候皇上了, 我操, 你他妈谁啊, 这么恶毒, 对你们小姐无理, 张璇仔细回忆了老半天, 前身, 重生后都想了一遍, 貌似没跟哪位小姐有过染啊, 这个张璇, 我只听说当老师不合格, 从未听说过还欺凌女孩啊, 怎么回事, 实在忍不住, 张璇问道, 哼, 这家伙人面兽心, 什么老师, 简直就是畜生, 我们家小姐, 不说了, 越想越气, 黑衣人压低的声音中带着浓烈的愤怒, 张璇只觉得满头惺惺, 到底啥事啊, 你就直接骂我畜生, 我怎么你们家小姐了, 还有, 你们家小姐到底是谁啊, 漂亮倒还好说, 如果是丑八怪, 让我白白背这个名声, 畏免太坑了吧, 你为什么要杀他, 骂完, 黑衣人突然看过来, 我, 没想到对方会问自己, 张璇忍不住一愣, 只好咬牙道, 我, 我也看不惯他欺负女人, 你知道他欺负女人, 他欺负谁了, 黑衣人一脸警惕, 他, 张璇哼了一声, 我没必要告诉你吧, 也是, 既然我们都想动手, 你先出手吧, 黑衣人见对方不愿意说, 心中虽然疑惑, 却不再多问, 摆了摆手, 还是你先, 我要出手他就死了, 你先把他淹了, 我再杀了他, 张璇道, 这, 黑衣人犹豫起来, 斜眼看向张璇, 满心疑惑, 他已经开始怀疑, 哪有这么巧, 自己正打算来淹张璇, 后面就来了个想杀他的, 要不是忌惮对方的实力, 恐怕早就出手将之打晕了, 怎么, 不相信我, 如果不想杀他, 我大半夜吃饱了撑的, 跑这里来, 看出了他的怀疑, 张璇道, 嗯, 听到这话, 黑衣人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头, 也对, 现在已经后半夜了, 如果不是过来杀张璇, 这时候蒙面跑过来干什么, 不是我不相信你, 既然目标一致, 那就一起过去, 黑衣人思虑再三, 道, 他还是有些不相信眼前这家伙, 你还是太小心了, 放心吧, 我有做人的基本原则, 不过, 既然你不相信, 张璇也不废话, 一招手, 那就一起吧, 说完向前窜去, 五者五重巅峰, 见他一动, 黑衣人立刻认出了修为, 提起轻声, 紧跟其后, 见他跟来, 张璇连忙看去, 通龙, 听到图书馆一阵, 出现了一本书籍, 对方紧跟在身后, 也等于施展了武技, 只要施展, 听到图书馆就能看出缺点, 找到来历, 向书籍看去, 只见封面上写着两个字遥寒, 这名字好熟悉, 从哪里听过, 张璇一愣, 随即翻开第一页, 遥寒, 白玉成成竹府管家, 五者六重臂血境出奇, 开辟八处穴道, 是他, 看到白玉成, 张璇顿时记了起来, 这不是今天自己收赵雅为学生的时候, 那个冲过来质问自己的白玉成大管家吗? 难怪声音和名字都有些熟悉, 只是, 这样说起来, 他口中说的小姐就是赵雅了, 我怎么了她了? 让你专门跑过来嫣我, 敢诬陷我, 就算你实力比我强, 也要教训一顿, 越想越气, 如果是前身干了什么缺的事, 自己既然穿越成对方, 就算不干, 也认了, 关键是, 啥都没干, 就背上了这个说法, 实在可恶, 想到这继续向下看去, 修炼有功法, 白玉周天公, 武技, 玄身掌大成, 玄身拳大成, 缺点, 十六处, 其一, 臀部为命门, 招数无法顾及, 其二, 其三, 和以前一样, 书籍上级载了这家伙的缺点, 开辟八处穴道, 那就表示力量拥有十二顶, 正面交手的话, 自己肯定不是对手, 不过, 碧血镜又咋了, 十二顶力量又咋了, 今天不教训你一顿, 我就不叫张璇, 呼, 想到这, 张璇停了下来, 怎么了, 见他突然停下, 飞衣人一脸疑惑, 快看, 飞碟, 张璇随手一指, 飞碟, 飞碟是什么东西, 飞衣人一愣, 急忙转身看去, 这一个举动, 立刻将臀部的空门露了出来, 同时满心疑惑, 蝴蝶通蝶间谍, 他知道, 飞碟是什么玩意, 滚你的,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张璇也不犹豫, 蕴寒暴怒, 一脚踹了过去, 砰, 黑衣人摇寒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踢中命门, 一个猎妾向前飞出, 一头撞在不远处的一块岩石上, 立刻投破血流, 想来淹自己, 信不信老子分分钟淹了你, 越想越气, 张璇和珅再次冲了过去, 直接坐在对方身上, 对他的脸就一拳拳, 狠狠砸了过去, 什么壁血镜强者, 什么十二顶强者, 不是厉害吗, 找到命门, 知道缺点, 出其不意的偷袭, 一样完蛋, 比, 姚涵显然没想到, 跟他一伙想要教训张璇的家伙突然发疯的对付自己, 更重要的是, 被一下踢中命门, 全身僵直, 想要还手, 也还不了, 气得身体战斗, 快要炸开, 不是说好一起对付张璇的吗, 你嘛, 诚信呢, 做人的基本原则呢, 而且, 你不管怎么说都是五折五重鼎力竞巅峰强者, 高手中的高手, 战斗要有风度, 无耻地骗自己, 然后偷袭出手, 袭在身上打脸, 武技呢, 招数呢, 攻法呢, 街头流氓也没这么样打的吧, 只觉得脸上一阵震惧痛, 姚涵都快疯了, 直到此刻, 他终于知道, 被这个蒙面人坑了, 而且还是坑得很惨的那种, 第十九章嫁祸, 一阵狂奏, 张璇这才觉得心中舒服了不少, 低头一看, 此刻的姚涵脸上的面罩已经掉了, 整个人也被打得满身有曲, 起码都认不出来了, 呃, 细消了, 张璇脑子再次灵活起来, 这家伙是白玉城城主的管家, 又是我徒弟的叔叔, 教训一顿可以, 不能杀死, 不管怎么说这家伙都是赵雅的姚叔叔, 真要杀了, 刚收的这个弟子还不炸锅, 以后肯定也没和好的可能了, 而且, 白玉城号称天玄王国第三大城市, 能作为城主, 实力必然不弱, 肯定还拥有极大的势力, 管家被杀, 仔细追究, 弄不还就能查到自己身上, 麻烦不小, 刚来这个世界, 还没彻底站稳脚跟, 还是低调一些好, 不能让他怀疑到我头上, 心中一动, 既然不能杀, 那就只能让其活着离开, 跑过来偷袭自己, 却被人揍了, 肯定会怀疑, 对了, 刚好有个替死鬼, 今天不找我麻烦, 还想不起来, 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正是白天遇到沈碧柔时, 一直嘲笑自己的上宾, 反正这家伙是上臣长老的孙子, 嫁祸给他, 姚涵就算知道, 也应该不敢报复, 即便报复, 互相撕咬, 更好, 想到这, 张璇低头看向已经被打面目全非的姚涵, 压低了声音, 我和张璇是有矛盾, 他白天气我, 我今天晚上本打算过来教训他一顿的, 不过, 如果他真被拟淹了, 必, 他肯定会以为是我干的, 对我产生误会, 要怪, 就怪你被我撞见, 来得不是时候, 姚涵这才知道为何被揍, 想要反驳, 嘴已经肿胀得如同香肠,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滚, 见对方听懂了自己的意思, 张璇不再废话, 站起身来, 一脚踹在姚涵身上, 将其踢飞十几米, 可恶, 心中暗暗骂了一句, 姚涵也知道今天再打下去, 肯定倒霉的还是自己, 一咬牙转身就走, 同时记住了两个特征, 第一, 打他的这个人白天刚和张璇打过交道, 被他欺了, 第二, 他和张璇之间应该是情敌, 追求的那个女子, 名字钟戴毕, 只要知道这两点, 打听出今天对他出手的家伙到底是谁, 还是很容易的, 见姚涵离开, 张璇这才松了口气, 收拾了一下, 重新回到宿舍, 说起来真够惊险的, 要不是今晚上修炼, 到现在还没睡, 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不过, 至少危险暂时解除了, 在这个世界生存,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坐在宿舍的床上, 张璇心中暗自嘀咕, 如果今晚修为没进步, 就算知道姚涵的缺点, 肯定也打不过, 吃亏的必然是自己, 所以, 当务之急没有别的, 那就是快速提升实力, 力量越强越好, 心中带着感慨, 逐渐进入梦乡, 第二天, 天一亮就醒了过来, 虽然只睡了不到两个时辰, 又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却依旧感到精力充沛, 没有丝毫困倦, 该去上课了, 嘀咕一声, 穿上衣服, 张璇大步向自己的课堂走去, 时间不长, 来到课堂, 刚推门走进去, 看到一个胖子兴奋地迎了上来, 张老师, 你来了, 你看我已经把房间打扫完了, 正是最后收的那个胖子袁涛, 这家伙被自己威胁, 没想到今天果然第一个来了, 而且还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错, 张璇点点头, 嘿嘿, 老师都说不错了, 是不是该有个奖励, 什么功法, 武技之类的, 随便赏个三, 五本, 听到认可, 胖子立刻满脸堆笑, 这家伙就是给三分颜色就开染房的主, 现在一边带着, 等其他同学来了, 我会统一上课, 张璇摆摆手, 第一个来的是胖子, 第二个来的居然是打赌迎来的那个学生, 刘洋, 不过, 刘洋的态度没胖子这么好, 脸上写满了不甘心, 看向张璇也充满了轻蔑, 在他看来, 张璇打赌赢了, 只是运气, 让他堂堂天才跟这样的老师学习, 这该有多痛苦, 第三个来的则是那个擅长用枪的少年, 郑洋, 张璇一口说出他枪法中的问题, 让其力量暴增一倍多, 对于这位老师, 他还是十分幸福的, 可以说是目前几个学员中, 唯一一个心甘情愿的, 第四个则是网瘾, 这个害羞的丫头, 一进来看到还有其他学生, 脸色忍不住一红, 躲在一个角落, 今天应该就能解决身上的问题了, 赵亚睁开眼睛, 昨天那得最差的老师说他能解决自己身体上的问题, 回来后, 又是担心, 又是迷茫, 折腾到半夜才睡, 不管对方说的是真是假, 今天过去, 肯定就有结果了, 想到这, 洗漱了一下, 穿上衣服走出房间, 他身为城主女儿, 又是白玉城城主的女儿, 新生入学考核的前十, 自然不可能住普通学生的集体宿舍, 而是单独一个小院, 好多房间, 管家姚叔叔, 正住在不远处的房子里, 姚叔叔, 我去上课了, 见房间没动静, 赵雅喊了一声, 就要向外走, 小姐, 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过去, 一个喊声, 房间门打开, 姚汉走了出来, 一看到他的样子, 赵雅愣在原地, 姚叔叔, 你这是, 这是怎么了, 只见他满脸肿胀, 眼眶乌黑, 一夜不见, 原本威严无比的大管家叔叔, 变得面目全非, 要不是声音熟悉, 根本不知道是谁, 哦, 昨天练功练猛了, 不小心自己打的, 姚汉道, 谁练功打自己啊, 你能找个更烂一点的借口吗, 姚叔叔,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 不行我告诉爹爹, 赵雅怒气冲冲, 小姐, 你不用管了,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能够解决, 你还是先上课吧, 我倒要看看你认得这个老师怎么样, 如果和传说中的一样水准, 我立刻禀告城主, 让洪天学院给你换老师, 姚汉大手一摆, 带着豪气, 不过, 动作太大, 撕扯了伤口, 满头冷汗, 好吧, 见他不让自己拐, 赵雅不再多说, 二人向张玄的课堂走去, 姚叔叔, 你伤得这么重, 要不先回去休息吧, 上课我一个人就可以, 不用送了, 走了一会, 见他全身颤抖, 满头大寒的模样, 赵雅忍不住道, 昨天张玄下手没有丝毫留情, 哪怕服用了商药, 休养了好几个时辰, 依旧很重, 能坚持走路, 就很不错了, 小姐, 城主来的时候就交代了, 一定选个好一点的老师, 你选了这家伙, 我怎么回去交代, 姚汉道,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当你的面揭穿这家伙, 让你知道, 他实际上是个不学无数的家伙, 也就小姐单纯, 才上了他的当, 以他那种水准, 肯定招不到第二个学生, 等一会你看看他班级没学生, 就会知道了, 支亚, 房门推开, 露出了里面的场景, 张玄和四个新生, 正站在其中, 第二十张王颖的震惊, 姚汉听到小姐打算认张玄为师, 就气地冲过来了, 并不知道张玄已经收了好几个学生, 此刻, 刚说完对方招不到第二个学生, 就看到王颖等人, 仿佛被当众打了个一巴掌, 脸色变得十分不好看, 老师, 赵雅也觉得面皮火辣辣的, 恨不得有个地方钻进去, 里没事, 片刻后, 姚汉缓过来, 看着不远处的张玄, 忍不住一愣, 昨天那家伙对自己这么狠, 本以为今天过来, 这个张玄就算不成猪头, 也差不多惨废, 怎么, 看起来连皮都没蹭破一点, 其实他和赵雅说, 要来看张玄交得怎么样, 实际上是想看对方被打的惨状, 结果, 自己堂堂舞者六中必血尽强者, 去偷袭, 被打得如同猪头, 而被偷袭的人, 屁是没有, 强大的失落感, 让他有些接受不了, 我能有什么事, 张玄知道对方想些什么,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看向赵雅, 这位残疾人士是残疾人士, 赵雅一脸古怪, 不过还没说话, 就被一个声音打断, 你才是残疾人士, 姚汉强忍住想要吐血的冲动, 眉毛一扬, 一甩一袖朗声道, 我乃白玉城城主府大管家, 姚汉, 不, 既然是残疾人士, 就不要出来了, 免得死在我这里, 解释不清, 张玄像是没听到他的话, 大手一摆, 送客, 关门, 比, 姚汉拳头一捏, 差点没当场气炸, 他是谁, 白玉城城主府大管家, 全是滔滔, 来到红天学院, 就算教导处主任, 都要仔细配合, 结果被这样一个老师称呼残疾人, 还撵出去, 如何不怒, 我要看你如何给他们上课, 双手一背, 姚汉傲然站立, 不, 既然也知道该出去, 那就抓紧时间, 我们教学需要绝对安静,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 张玄仿佛和他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什么都听不见, 再次摆手, 你, 说谁是阿猫阿狗, 怒火太大, 伤口不停崩穴, 姚汉气的全身战斗,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一掌拍死你, 赵雅, 把他撵出去我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懒得再和对方墨鸡, 张玄一摆手, 姚叔叔, 你先, 出去吧, 我马上就要上课了, 听到这话, 赵雅眼睛一亮, 来到跟前, 我不走, 我要这家伙给我说清楚, 他说谁呢, 我姚汉, 堂堂舞者六重臂血镜强者, 走到任何地方, 都受人尊敬, 敢说我是残疾人, 还让我出去, 砰, 话没说完, 就被赵雅推出门外, 紧接着面前一黑, 大门关了上来, 如果不是躲闪得快, 肯定被当场拍钟, 小姐, 站在门外的姚汉眉毛一跳, 面皮抽搐, 要是被张玄撵出去, 他肯定出手了, 小姐敢的, 打死他也不敢还手, 不过, 却将满腔的怒意转移到了张玄身上, 真想不通, 这家伙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把小姐蛊惑得如此彻底, 姚叔叔, 就麻烦你在外面等着, 我们要上课了, 赵雅自家知道自家的事, 她的病,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尤其是姚叔叔, 既然老是要帮她解决, 自然先要把这胃撵出去了, 那好, 小姐, 我在这里等着, 你有什么事, 直接喊我, 我会立刻冲进去, 听到小姐开口, 姚汉知道再不能进去, 气得快要爆炸, 却没办法, 只好咬牙道, 姚汉离开, 房间里只剩下五个新收的学员, 张玄环顾一周, 既然你们都认我为师, 以后就是同门师兄妹, 相互之间好好照应, 不要坠了我的威风, 威风, 听到这话, 五个学员一阵面面相去, 老师, 貌似你没啥威风吧, 可可, 就算我们想坠, 也没得坠了, 我教学与其他人不同, 注重英才师教, 每个人的教法都不相同, 所以你们之间, 没有什么可对比的, 张玄像是没看到众人的表情, 摆出师道威严, 现在我去里间小屋, 叫到谁, 谁就进来, 张玄的课堂虽然不太大, 只有一百来平米的样子, 却还有个格间, 可以给学生专门指导, 这五个学生, 每一个都不相同, 统一指点的话, 麻烦不少, 也无法做到, 王颖, 你是我的第一个学员, 过来吧, 说完, 张玄当先走进小房间, 是, 王颖本就是乖乖女, 不敢反驳, 紧跟着走了进去, 王颖心中颇为后悔, 昨天她是迷路了, 过来问路的, 结果就被这个老师, 老师骗得败师了,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仔细想想, 这个老师貌似没什么本事, 别的老师, 只要一打拳, 就能看出自己腿上有问题, 这家伙非但没看出来, 还在那里信口胡说, 说能够治好自己的腿伤, 这个腿伤, 当初父亲找了最有名的医者, 都没治好, 他说能治, 不是骗人的事干什么, 尤其是昨天刘老和他说了不少 关于这位老师的事情, 这才明白, 这个老师居然有如此辉煌的事迹, 洪天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资考核零分, 实力所有老师中最差,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就被他骗了, 相信了他的话, 难怪哥哥说, 外面坏人多, 哥哥以前和他说外面坏人多, 他还不信, 想想这个老师, 就觉得自己被骗了, 心中满是委屈, 正在考虑, 如何开口把这个老师的课退掉, 大不了挨一顿骂, 找哥哥帮忙换个老师, 就听到眼前熟悉的声音响起, 再将武技演练一遍, 张玄正坐在房间中间, 神色淡然地看过来, 上次忽悠这位王颖的时候, 还没启动天道图书馆, 并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缺点, 好吧, 王颖虽然想退课, 但他是乖乖女, 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点头, 再次拳法呼啸, 很快将一套拳法打完, 嗯, 张玄点了点头, 虽然这位王颖性格有些单萌, 但说实话, 拳法打得的确不错, 老师, 其实, 我想, 王颖迟除了一下, 想要说出自己退课的目的, 不过, 话没说完, 对面的少年就开口了, 你的腿, 如果我没看错, 是大概两年前, 与人对战时, 被人打伤的, 张玄道, 你, 怎么知道, 王颖一愣, 满嘴的话掖住, 秀目瞪远, 他昨天只说过腿有伤, 并未说过来历, 没想到对方不但说出是被人打伤的, 还说出了受伤的时间, 让他忍不住有些惊讶, 人的腿上有三处穴道, 分别主管力量, 速度敏捷, 你当时与人交战, 对方无意中触碰了你掌管力量的穴道, 这个穴道一碰, 出现了闭合, 导致精血回流, 这才让你无法和正常人一样, 发挥力量, 张玄淡淡道, 这, 王颖全身一阵, 脸色瞬间变得潮红, 父亲为了自己的腿, 曾邀请过王国所有有名的医师, 其中最有名的元宇大师, 貌似说过类似的话, 只不过, 就算是他, 都不知道这个主管力量的穴道在什么地方, 无法治疗, 想要真正治好, 除非邀请到修炼上三品珍奇的舞者八重宗师竟超级强者, 才能解决, 否则, 不可能成功, 本以为, 这个什么都不会的老师, 说能治好自己的腿, 只是随口忽悠, 没想到一开口就和元宇大师说的一样, 怎么能不震惊? 老师, 可, 能为我治好, 王颖忍不住问道, 小事而已, 张玄淡淡道, 小事, 王颖瞳一缩, 立刻呼吸急促起来,